他每次抢夺东西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甜 可一旦等对方识破自己的计策 他就会立即施展自己的爵士轻功来到对方的跟前 一份自夫散一份佛心丹 拿了我即刻就做 来人 把他赶出去 就在对方以为今天难逃一劫的时候 而白丰西却一屁股坐在了宴席上 不顾别人一样的目光拿起烧鸡便砍了起来 而且还边吃边诅咒这里的一家之主 我说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这韩老爷子好不容易扮六十大叔 小男还听到白丰西诅咒自己的父亲 他便要上前和白丰西理论一番 但却被韩老爷子给一把拉了回来 因为韩老爷子伸之眼前的这个女子 可是当代一顶一的爵士高手 等他让管家把小少爷领回房内之后 韩老爷子便招呼在场的各路五连豪杰 今天要与白丰西新旧账算上一算 紧接着就有一个死士请命 要与白丰西大战三百回合 话音刚落他便朝白丰西发起了进攻 只见白丰西一招十里桃花 就将死士打翻在地 紧接着在场的众人便对白丰西发起了猛攻 可这些臭鱼烂虾怎么可能是白丰西的对手 他们在白丰西的面前就流如老索西而同 请客间白丰西就将他们打得东倒西歪 看到这一幕的韩老爷子本以为 今天要栽在白丰西手上 但就在这事门外突然走来一人 我家公子前来贺寿 你家公子又是何人呢 隐泉水泻 丰西 得知来人之后白丰西立即来了兴趣 而韩老爷子更是恭敬地请这位黑丰西快快请进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见一位身穿黑袍的人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进来 而这位正是与白丰西齐名的黑丰西 等落座之后 黑丰白丰西便开始了嘴炮 原来两人是老相识 只是平日里形式作风不同 所以也很少有来往 但就在两人斗嘴时 一旁的韩老爷子却等不及了 他立即来到黑丰西跟前伸尸义礼 随即便请求黑丰西替自己做主 好好教训一番这个横抢硬夺的白丰西 听到这里的白丰西立即伸出双手来到黑丰西跟前 那意思你来打呀 但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黑丰西非但没有教训白丰西 反而转身告诉韩老爷子今天要替白丰西屏障 他之前拿了多少东西今天全部一起算清楚 紧接着黑丰西就从袖笼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命下人交在了白丰西的手里 而盒子里正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子 这可把一旁的韩老爷子缠坏了 没有再与白丰西计较而且还故作大方的再赠送白丰西两颗药丸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便轻车熟路的向藏药哥跑了过去 感觉不对的韩老爷子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慷慨 完了完了白丰西你给我站住站住 我的药肯定要被洗尖一空了 白丰西你给我站住 拿到药的白丰西刚想要去救治重伤的朋友 但迎面却被一伙江湖人士拦住了去路 白丰西交出玄机令 原来这些人误以为统治武林的玄机令在白丰西手里 更是扬言如果白丰西不交出玄机令 今天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但救人心切的白丰西并不想与他们一番见识 直接虚晃一招用腰带缠住树干 然后利用自己的绝世轻功 直接一到白光就飞离了现场 而武林人士也只能干瞪眼瞅着 可等白丰西来到山洞 却发现要救治的人已经不见了踪迹 紧接着他就来到洞外开始四处寻找起来 但庆幸的是在离山洞不远的地方发现了重伤的朋友 紧接着白丰西就将怀里的药丸拿了出来 让朋友燕银周赶快服下 原来燕银周之所以不辞而别 他只是不想连累白丰西 但就在两人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之前的那帮江湖人士又找过来 无奈的两人也只好暂避锋芒向深山逃去 就这样他们各自施展自己的绝技 眨眼间就跑出两百多公里 他们本以为已经逃离是非之地 结果下一秒就遭到了袭击 紧接着一群手持利刃的暴徒 就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交出玄机令 饶女不死 听到这里的两人只是淡淡的音响 随即便朝暴徒冲杀了过去 随着白丰西的一招狐狸摆吻 战役正式打小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些臭鱼烂虾就死伤一大笔 在两人天衣无缝的配合下 暴徒被打得很快就没了还手之力 见此情景的暴徒便立即施展五行八卦阵 将两人团团包围起来 今天势必要将两人垂死在当场 眼看好友就要有生命危险 白丰西也只好强提精神再次施展绝技 等众人再反应过来 白丰西两人就已经不见了踪迹 又让他们跑了 原来身受重伤的两人 躲在了不远处的一个石凤里 这时的燕银舟却拿出仅剩的几粒药丸 让白丰西服下 可还没等白丰西询问药丸的来处 下一秒就被早有预防的燕银舟点上了穴道 原来燕银舟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答谢白丰西的救命之恩 这才将白丰西之前赠送与他的药丸归还了过去 事到如今白丰西也中了玄机令的毒 燕银舟为了不再连累白丰西 于是将拼死守护的玄机令交在了白丰西的手里 让白丰西势必将其带回一周 话音刚落他便独自一人出去与敌人决意死战 而无法动弹的白丰西只能隐约听到阵阵喊杀声 他心里清楚燕银舟这次必死无疑 但被点上穴道的他却无能为力 只能强忍泪水听着燕银舟被暴揍的声音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终于安静下来 而此时山洞里的白丰西也利用内力冲开了穴道 等他跑出山洞 外面就已经势横遍野 但却唯独没看到燕银舟的踪迹 可就在白丰西四处寻找时 也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 你来晚了 他已经死了 交出玄机令 留你全尸 休想 话音刚落就见一个月牙弯刀朝白丰西飞了过来 好在眼疾首快的白丰西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紧接着又是几把西杀而来 但全被白丰西依化起 随即他施展绝技师力烫花 将暗处之人给探了出来 而追杀的大部队也随之全部现身 紧接着就是一顿厮杀 此时此刻真应了那句话 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嫁不住人多 况且尚未痊愈的白丰西 怎么可能嫁得住这么多高手围攻 紧接着非裔人就施展了他们的绝门毒计 就见竖把弯刀瞬间连接在一起 下一秒朝着白丰西就踢了下 就这样失去重力的白丰西 竟直向崖底坠去 眼看白丰西就要被摔成粉身碎骨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 一个黑影急闪而过 一把将急速坠落的白丰西搂在怀里 像层层拨开的蜜蜜 她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为了救一个毫不相干的姑娘 竟不惜将自己苦练多年的内力输送给女孩 但没想到等她给女孩疗过伤之后 却打起了女孩手里玄机令的主意 可怎奈尽管已经昏迷的白丰西 也依然不愿松开手里的东西 这时的白丰西才愿松开手里的鹰刀 紧接着黑丰西就将藏在刀兵里的玄机令释放出来 可经过黑丰西仔细查验 这块玄机令并不是真的 而只是一个用毒药泡布的假冒产品 随即她又将令牌归还于了白丰西 这时的黑丰西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些天武林人是一直抢夺的玄机令 只是别人设下的一个阴谋 就这样几人暂且在山洞居住了下来 一晃三天过去 这天早晨昏迷的白丰西终于醒了过来 但没想到她醒来的第一件事 竟是大骂黑丰西薄情寡义 随即黑丰西就将假令牌的事告诉了白丰西 当白丰西得知燕银洲誓死守护的玄机令是假的 她立即就要下床去查明真相 可怎奈还未痊愈的她却使不上一丁点力气 恰巧这时仆人将熬好的药端了过来 随即黑丰西就要亲自给白丰西喂药 但此时的白丰西看着药碗却开始恶语相向 这怕是比尾曼草更多 风姑娘 公子喂了你 可是把珍藏的千年玉雪莲都拿出来了 还有你之前昏迷 吃药变醋 也都是公子亲自喂 仆人还想要说下去 但却被黑丰西直接给打断 更是警告仆人再多说话就给她修剪一下舌头 而听到此话的白丰西却一脸都愧疚 结果下一秒就将药碗夺了过来 直接一口闷了下去 等喝过药之后 白丰西便来到燕银州的坟前 对着墓碑一番含蓄之后 就要下山去完成燕银州生前的嘱托 就是将玄机令的事情告诉一州之主 但在她经过黑丰西身旁时 黑丰西却警告她如果想要尽快痊愈 还得到韩府走一趟 去寻找佛心丹 听到这里的白丰西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多谢提醒 我们就此别过了 就这样两人再次各奔东西 但他们并不知道 就在当天晚上 韩府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几十名黑医员夜闯韩府 一夜之间将全府上下百余口人全部杀害 但这件事很快就在江湖上传开 而不知情的白丰西却不幸成了杀人凶手 所谓的江湖人士 直接就把矛头指向了她的身上 今日我们就要替韩家报仇 韩家 韩家怎么了 你灭了韩家满门 放火烧了韩家宅子 还在这儿招杀充了 原来韩家灭门 仪式白丰西完全不知情 而这些江湖人士为了所谓的正义 竟然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杀人的罪名扣在白丰西的头上 更是扬言今天定要白丰西付出惨重的代价 没有做过此事的白丰西肯定不愿被这个黑锅 可怎奈她再多的解释在这些人面前也显得多余 紧接着江湖人士就拔出利刃要与白丰西玩命 可还没等他们动手 却被一个低沉的声音给打断 紧接着一脸严肃的黑丰西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清来人之后这些人瞬间就没了脾气 而白丰西则借此机会向众人保证 我知道你们定是不相信我 给我几日时间 我定会调查清楚 还自己清白 听到此话的众人也只能见好就收 因为他们惧怕的是眼前的黑丰西 好 看在丰西公司的面子上 暂且饶你一会 白丰西望你不要食言 就这样众人才愿离开此 但此时的白丰西却为难起来 因为韩家面门一事不知该从何处查起 于是黑丰西建议她立即到韩家走一趟 因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实属无奈的白丰西也只好跟了过去 就这样几人一起来到了韩府 可此时韩府的内院里已经排满了尸首 经过两人对伤口的仔细查验 得出的结论正是被弯刀所伤 而江湖上用弯刀的门派只有一个 那就是以狠拉著称的断魂门 而这个断魂门也正是前不久抢夺旋即令的那伙人 如今断魂门之所以灭了韩家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要得到韩家祖传的药方 根据我掌握的消息 韩家应该有55人才 可现在却少了一人 听到这里的白丰西立即想起一件事 那就是刚才没看到韩家小少爷的尸首 也就是说韩家小少爷有可能还活着 而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被韩老爷子给藏了起来 想到这里的两人便立即向屋内走去 最终在屋内经过一番查找 白丰西在桌案上发现了暗阁的机关 随着他将药罐子缓缓转动 紧接着就见密封的柜子缓缓开出一个通道 当两人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彻底被惊呆在了原地 随着木门被彻底打开 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个年岁不大的小男孩 而白丰西一眼就看出了此人正是韩老爷子的毒苗 可受到惊吓的小孩想要驳路而逃 结果却被白丰西直接打晕在当场 而白丰西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小男孩着想 因为他生怕小男孩跑出去再出什么意外 随即黑丰西却在地上发现了一本书 而这本书正是江湖人士梦寐以求的韩家药方 而韩家之所以被灭门也正是因为这本书 但歹徒们万万没想到 这本书竟被韩老爷子藏在了密室里 可此时的白丰西对这本书并不感兴趣 他只想尽快找到断魂门的人来为自己洗白冤去 看出他心事的黑丰西却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你想找断魂门线索的话 倒是有一个办法 你若是发出消息 告诉他们 你找到韩普和药方 你不用找他们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 听到这里的白丰西一句道谢都没有 直接抱起韩普就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连猛的黑丰西待在原地 就这样一晃三天过去 昏迷的韩普却在噩梦中惊醒过来 看到他安然无恙后 白丰西随即就端来一碗白米粥 让韩普趁热喝下去 可此时的韩普却对白丰西提高了警惕 死活就是不愿意接过白丰西手里的粥碗 直到白丰西答应帮他报面门之仇 韩普这才勉强愿意进食 可令人惊讶的一幕却出现了 只见韩普从怀里拿出一根银针 直接就插在了粥碗里 显而易见他这是在侧米粥里是不是有毒 看到这一幕的白丰西却欣慰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警惕心境如此之高 就这样韩普一口气喝下了五碗粥 白丰西这才放心下来 但此时他却想起了黑丰西给他出的主意 你若是发出消息 告诉他们 你找到韩普和药方 你不用找他们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 可如果利用这个计策将断魂门的人引游出来 而身边的韩普却非常危险 于是白丰西灵机一动 既然这样还不如直接在江湖上散播消息 说韩普和韩家药方全在黑丰西的手里 这样既可以引出断魂门的人 又可以保证他和韩普的安全 想到这里的白丰西直接就露出了奸诈的笑容 但此时正在赶露的黑丰西 却万万没想到白丰西竟然还有这一招 活不其然断魂门的人很快就找上了他 黑丰西 交出你手里的韩家药方 用我的计划来扣 我一个人的大军 结果这些号称天下第一的刺客 在男人面前一招都没过就惨死在当场 而这些人之所以袭击黑丰西 完全是中了白丰西的偷梁换柱之计 随后仆人则在刺客的身上搜出一枚银叶 当黑丰西看到银叶的形状时 他立即就明白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刺杀 而背后的操纵之人才是最大的威胁 于是他吩咐仆人一番后 便坐上马车去找白丰西商议此事 但没想到等他找到白丰西询问刺杀一事的时候 白丰西却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 找你自己吧 若是我截然一身 虽然懒得算计 只是不想让这孩子看到这样的场 听到此话的黑丰西并没有再追究下去 而是将在刺客身上搜到的银叶拿了出来 当白丰西看到银叶的一口 立即就想到了于成上家 因为这块银叶就是以上字打造出来的形状 而有这个全是私字打造银币的也只有于成上家 原来这些天发生的所有事 背后的操纵之人竟是上家之主上义 于是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亲自到于成走一趟 势必要查清楚这背后的阴谋 但就在他们前往的路上 闲来无视的两人又开始了嘴炮 倒茶 你让我给你倒茶 不服气的白丰西本不想搭理他 可怎样谁让自己坐了人家的马车呢 于是他便报复性的高高举起水壶 故意将茶水溅到黑丰西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黑丰西非但没有任何生气 反而跨白丰西的茶艺比自己的仆人好得多 更是挑衅地询问白丰西是否愿意做自己的茶同 要不然真可惜了他这么好的茶艺 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 一路上你一句我一句的逗个没完 直到当天傍晚才来到渔城的边界 等他们在客栈入住下来之后 两人便打算到外面吃个宵夜 可没想到他们前脚刚离开 几个蒙面人后脚就来到韩普的房间 可还没等他们对韩普下手 就被一阵脚步生下的赶快溜之大吉 随后黑丰西的仆人就将韩普带到两人的跟前 原来他们两人只是借着出去吃饭的幌子 从而将暗处之人引诱出来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路跟踪 从而找到上家真正的藏身之地 但没想到几人刚走出几条小巷 就遭到了袭击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们先是将敌人引诱到一个狭小的巷子里 然后趁众人不被使突然来的偷袭 好在眼疾手快的黑丰西化解掉了这致命一击 紧接着大批黑衣人就从房顶飘飞下来 瞬间将几人团团包围起来 但此时躲在白丰西身后的韩普 一眼就看出了这些人正是灭他满门的凶手 想到这里的韩普就要冲上去与黑衣人拼命 但白丰西怎么可能放他过去送死 见此情景的黑丰西立即就冲杀了上去 就见他一个大鹏斩翅瞬间带走两个小虾们 而白丰西更是直接使出了自己的绝技奉效九天 因为对付这些人无需手下留情 一招毙命就是对他们天大的恩情 这时就见四大高手同时对黑丰西发起了猛攻 而黑丰西直接就将手里的逍遥扇甩飞出去 瞬间带走所谓的四大高手 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爵士轻功平稳着地 就这样轻松加愉快解决战斗 而仅剩的两人则苟延残喘起来 说吧 断魂门的老鼠们藏在哪 这属实出乎了黑丰西的意料之外 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一切就这样覆水东流 事到如今断魂门的线索又彻底中断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向余城赶去 但此时此刻的他们并不知道 暗处的一双邪恶眼睛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而完全不知情的两人却在马车里抢起了零食 但就在他们品尝美食的时候 马车的上空突然划过一声鸟叫 而听到叫声的黑丰西神情立即紧张起来 因为这只鸟正是黑丰西豢养的暴性鸟 而黑丰西之所以如此紧张 原来它创建了隐犬水蟹 在一夜之间竟被断魂门的人拔掉了据点 更可怕的是每处隐犬水蟹都有众多高手震声 但还是毁在了断魂门的手里 所以背后之人绝不能小觑 所以你就害怕了 不是怕 只是没有隐犬水蟹的帮助 我在想该如何找到上下 查出真相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便给黑丰西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直接去找上下的死对头齐家了解情况 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 转眼就来到了繁华的渔城 当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第一件事肯定是先享受这里的美食 但就在他们胡吃海喝的时候 饭店外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眼就看中了黑丰西的马匹 而这个不速之客正是齐家大少爷齐云 也正是此人的出现将引出一场好戏 他每次打架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田 可一旦等对方摆好架势要进攻的时候 他却立即变化了神情 随着敌方冲杀而来 女孩直接就是一个下屁 就这样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五都头 结果在女孩面前一招都没过 就洗涤了大轮椅 而这时的齐家大少爷则不服气地让众人等着 放下狠话之后他便直接逃离了现场 而白丰西之所以教育这个亡裤子弟 并不只是因为他要抢夺黑丰西的马匹 而是想借用这个机会让齐云的父亲前来与他们合作 从而利用老齐头的势力来调查断魂门的线索 果不其然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老齐头便领着自己的儿子前来登门道歉 但没想到这时的齐云还不长记性 非闹着父亲将黑丰西的马匹抢夺过来 更是指着黑丰西的仆人破口大骂 就他打的我 穿得跟绿豆糕的似的 你也穿得绿豆糕的 随即老齐头便恭敬地请求黑丰西的仆人 到屋内向黑丰西通报一声 于成 齐延年代犬子 前来道歉 看老齐头如此客气 仆人便也礼貌性地请他们父子进屋详谈 可等老齐头来到屋内 向黑丰西诚恳地道歉之后 黑丰西并不想搭理他们父子 而这时一旁的齐云 当得知自己惹的是赫赫有名的黑丰西 吓得他立即就跪在了地上 但尽管这样黑丰西还是不肯原谅他们父子 好在一旁的仆人及时提醒了老齐头 会来世的老齐头立即就明白了仆人的意思 随即他便向黑丰西承诺 只要黑丰西愿意帮他拿到死敌上野手上的西文 他就愿意将自己的万贯家产分黑丰西一半 但这也正好中了黑丰西的下怀 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做起了这张交易 等他们父子离开之后 黑丰西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但此时的白丰西却一脸比一地从屏中后面走了出来 朝着黑丰西就是一顿挖苦 说他这个人太过阴险狡诈 与他做朋友真不知哪天就把自己给卖了 而黑丰西并不想与他计较这些 只是告诉白丰西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们去离房狗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立即就瞪大了双眼 随即便忍不住地浅笑起来 因为他明白这个所谓的离房阁是个什么样的场所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敬业的女剑侠 她为了帮朋友查到杀父仇人的线索 竟然女扮男装来到了男人的天堂离房阁 你看看这些如鸡似渴的男人吧 不是所有男人都这么拥索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便有一挑逗一下内敛的黑丰西 何等两人四目相对时 彼此的心里却涌出一股一样的感觉 但就在两人沉浸在其中时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声 回过神的两人便立即向下看去 此时就见一个前呼后拥的老者来到了舞台前 而黑丰西一眼就看出这位老者 正是他们此次前来要找的人 因为老者正是上家之主上野 可还没等两人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这时的上野却终止了正在表演的头牌 随即上野便向自己预定好的雅间走去 见此情景的两人马上就明白了上野的用意 于是黑丰西直接就跟了过去 而刚下台的头牌正要进屋换衣服时 突然就被藏在门后的黑丰西打晕了过去 挺连生西域的嘛 听到此话的黑丰西只是淡淡的一笑 随即他便对白丰西说 穿上那个 为什么 跳舞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立即就明白了黑丰西的计划 原来黑丰西是想让自己冒充头牌去接近上野 得知计划的白丰西本不想答应 可怎奈为了尽快查出断魂门的线索 他也只好委屈自己听从黑丰西的安排 就这样号称天下第一的女剑侠 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做起了头牌 你还别说等他将头牌的红衣穿在身上后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此时的上野哈拉子都要流出来 随即他就将两个保镖给轰了出去 看没有任何顾虑的白丰西 直接就开始了他妖娅的表演 随着他第一个动作展现在上野的面前 也就意味着上野的好日子也就死到头了 但就在白丰西跳到一半时 上野却叫停了这精彩的表演 紧接着他就来到白丰西的跟前 下一秒就要对白丰西动手动脚 可此时的白丰西却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卧室 他试图利用男人的天性来套出断魂门的线索 果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没有一丝防备的上野 先是将自己的西纹拿了出来 向白丰西得死一番后 然后他又对白丰西说 自己的家族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庞大 都是因为背后有断魂门来为自己撑腰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身后的黑丰西给点上了血了 公子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特殊的审闻方式 他们为了让男人说出匪巢的藏身之地 竟然不顾自己大侠的身份 要用撒狗粮的方式让男人在心理上遭到侮辱 从而击溃男人的内心防险 但没想到尽管用如此歹毒的审闻方式 上野还是不肯透露出半点断魂门的线索 而是趁两人不注意时逃离了现场 可发现的两人非但没有任何慌张的意思 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因为这正是他们精心设下的计策 随后两人便立即施展自己的绝世 进攻追了上去 就这样也不知追了多久 直到两人来到一个幽暗的院落里才停息下来 可还没等他们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迎面却突然飞来一个巨大的磨盘 好在眼疾手快的黑丰西一招将其劈碎在当场 而此时竖把弯刀也紧随其后地向两人袭杀而来 紧接着断魂门的人就从房顶飘飞下来 瞬间将两人团团包围在了中间 而此时的黑丰西一眼就看出 这正是断魂门隐藏的断魂八鬼阵 可还不等两人多想 黑人就朝两人发起了猛攻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阵法 在两位爵士高手的面前也不堪一击 随着黑丰西将手里的逍遥扇甩飞出去 而仅剩的两名黑衣人也随之被斩杀在当场 但令两人没想到的是 藏在暗处的门主却趁此机会逃离了现场 尽管黑丰西第一时间追了过去 可还是没能将其抓住 深感愧疚的他越想越来气 好在这一幕正好被经过的白丰西看到 随即白丰西便开始开导黑丰西 不必要呢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多 也许他擅长的就是逃跑 断魂门可有发现 听到这里的黑丰西直接从袖笼里拿出一块手帕 而这块手帕正是从逃跑之人身上掉落下来 等白丰西接过手帕 却发现上面绣着一个奇怪的图案 可此时的白丰西并不知道这个图案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两人闲聊一番后 便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却突然发现街上多了很多流离失所的难民 经询问路过的老丈 这才得知上家昨夜起了一场大火 将硕大的宅院全部烧了个金光 但不仅如此 就连旁边的民宅也被殃及 所以这才导致众多百姓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随即白丰西便找到黑丰西询问情况 原来放火之人正是上瘾自己 他是想要利用这个假象 告知世人自己已经惨死在大火中 从而逃离黑丰白西的追杀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憋屈的男人 他明明用自己的万贯家产救助了流离失所的百姓 但却被不知情的女孩误认为是放火之人 听到这里的黑丰西也只是淡淡的一笑 而白丰西更是在没有查明真相的前提下 竟然破口大骂黑丰西阴险狡诈自私自利 可就在他恶语相向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楼下的难民里 竟然有上野的侍卫在维持秩序 看到这一幕的白丰西 瞬间就明白自己是错怪了黑丰西 可心高气傲的他 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只是冷冰冰的对黑丰西说句 我们就死别过吧 后会无期 说过就羞愧难当的逃离了现场 但此时的黑丰西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可这边还没等白丰西两人走出多远 却发现黑丰西也紧随气候追了上来 起初白丰西以为他是来让自己道歉的 可没想到黑丰西这次追上来 只是想要赠与白丰西一些银两作为回去的盘缠 刚才的事情 我已经原谅了你 但就在白丰西发愣时 突然从树上掉落下来一只小鸟 好在眼疾手快的他顺利将其接住 见此情景的韩普也发现不远处的地上有个鸟窝 而里面也有一只黑色的幼鸟 等放到一起进巧合般的凑成了一黑一白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最终黑丰白丰西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每人一只将其抚养长大 就这样两人含蓄一番后 便各自拿上自己的幼鸟就此别过 但此时白丰西的内心却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 等他烧愣天客后 便带着韩普和一只幼鸟 朝自己的师门赶了回去 但这天在经过商周太震的时候 他本想用最后的银两买两碗面吃 可就在两人等待美食的时候 白丰西却突然发现城门口 走来一大批逃难的百姓 随即经询问老板这才得知 原来这些百姓都是从洛城来的 因为他们听说商周不久后要与洛城开战 所以百姓们才迫不得已脱家带口四处逃难 得知原因的白丰西也只能无奈地坐回餐桌 毕竟皇家之争不是他一个小老百姓能干预的 随即两人吃过面之后 便又踏上了回乡的路 就这样也不知在路上走了多久 这天他们终于来到自家师门的山下 可此时的韩普缺恶的前胸贴后背 就是不肯再向前多走半步 无奈的白丰西只好让他在原地等待 自己则去找点吃的回来 可等白丰西走后 顽皮的韩普却开始在杂草中肆意奔跑起来 但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临近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狂野的女孩 她为了给受到惊吓的小弟出口气 竟然不顾自己的女儿身要与男人决一高下 我收手你收件 优惑时我折断她 但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突然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走了过来 姑娘也松手 如何 不松又如何 姑娘要如何才肯松手 听到此话的白丰西也不愿与他们废话 直接施展大力金刚只将剑加弯 随即就将脱手的剑弹向男人 而男人也不甘示弱 这时的白丰西则借此机会握住剑底 朝着男人就是一个横草千军 而男人也趁此机会将自己的配剑出窍 接过剑的一瞬间朝着白丰西就冲杀了过去 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 各自施展自己的军迹 插招换势就打在了一枚 就这样两人打了数个回合之后 但还是未能分出高低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两败俱伤 此时就见白丰西虚广一招跳出圈外 然后直接将剑归翘 而男人也随之收招票飞下来 这时的韩普则立即跑到了白丰西的身旁 此时的白丰西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里不由地赞叹男人的武功竟如此之高 而男人也随之连连夸赞白丰西 是当今数一数二的女高手 就连自己也未能占到半点便宜 随即男人就要询问白丰西的方明 可还没等白丰西说话 一旁的韩普却气势汹汹地非让他们给自己道歉 否则就休想离开 听到这里的男人便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见此情景的白丰西瞬间又来了脾气 可还没等他发护 一旁沉默许久的轻衣男人 却主动报上名号向他们道起歉来 肖许空 当白丰西得知眼前的这个男人 竟是战功赫赫的肖将军 便也随即猜出了黑衣男人的身份 原来眼前这个与白丰西打平手的男人 竟然是异国的黄世子 就这样他们又彼此恭维了一番后 便兵士前嫌化干戈与玉伯 事情到了这里本以为可以各自安好 但此时韩普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见此情景的白丰西却厚着脸皮 提出让黄世子请自己吃饭 而黄世子立即爽快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两人便向黄世子指定的方向走去 殊不知也正因此却惹来了杀身之火 什么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后脸皮的女孩 她只是因误会和男人打了一架 没想到等误会解开之后 她竟然提出让男人请自己吃饭 可男人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恭敬地邀请女孩共进大餐 我要说这是恐龙 恐龙让铃你懂我先吃 不懂 多脏你这手 听到此话的韩普看看自己的小手 下一秒就把目光落在了地上的酒坛 随即她就要用里面的佳酿洗手 这可把一旁的轻衣男人心疼坏了 因为这壶酒可是千斤难买的腌制罪 而白风希得知是腌制罪这可把她乐坏了 而轻衣男人本以为白风希要透明一杯 结果下一秒 洗手 洗过手之后还不忘用男人的衣服擦拭一下手掌 此时就连一旁的黄世子都忍不住地乐出声来 随即姐弟两人便开启了干饭模式 最终经过一顿风卷残云 地上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多 直到两人吃了个沟满豪瓶 这才肯停息下来 而此时的男人本以为这顿饭到此结束了 结果白风希接下来的话让她彻底破防 口儿 把剩下的这些肉全部打包带走 听到此话的男人直接就傻了 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厚脸皮之人 当然举世无双的白风希并非庸俗之人 随后她便来到黄世子的身旁 先是感谢了黄世子的盛情款待 然后就见她将怀里的包裹丢给了黄世子 而此时的黄世子还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多重要 就这样两人含蓄一番后便各自道别 而白风希则带着韩谱继续向自己的师门赶了回去 待在原地的黄世子随即就将包裹打开查看 而里面正是燕银舟之前托付给白风希的玄机令 而白风希则借此机会交给了黄世子 也算是完成了燕银舟的生前嘱托 这时的黄世子才明白过来 原来能和自己打成平手的这个女子 正是赫赫有名的白风希 不愧为天下第一骑女子 世子 那我们回忌中吧 他刚才说这令牌是假的 听到此话的黄世子并不打算现在回忌中 而是要尾随白风希将他护送到师门 因为白风希要回师门的消息恐怕早已传遍了江湖 不难猜测在白风希回去的路上 肯定有不少高手在半路截杀抢夺玄机令 所以黄世子为了还白风希归还玄机令之恩 打算跟随过去帮白风希解决麻烦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却被一帮江湖渣子拦住了去路 白风希你终于回来了 交出玄机令 听到这里的白风希有一项他们解释清楚 可怎麦贪功心切的这帮人还不等白风希把话说完 他们就开始口出狂言 说如果白风希今天不交出玄机令 就让他葬身于此地 说着就要对白风希发起进攻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这紧张的气氛 随着大家的目光望去 就见一个气势惊人的男人来到了跟前 而来人正是贵为一国的黄世子 当众人看到来人之后 瞬间就将自己的暴脾气给压了下去 没一人敢再多言半句 随即便灰溜溜地全部逃离了现场 等众人离开之后 白风希则恭敬地感谢黄世子的解围 随即两人又是一番含蓄 这才真正的辞别离开 就这样白风希带着韩普继续向师门赶去 可还没等两人走出几步 迎面却跑来一男一女 而来人正是白风希的师弟和小师妹 随即白风希给彼此介绍一番后 就要兴奋地去见师傅 但此时的小师妹却闹起了脾气 若有人再不走的话 我先买了胭脂 可不知道要给谁了 师姐 等等我 就这样几人开开心心地向家里跑去 也就是一盏茶的时间 白风希就已经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师门 当然回来的第一件事 肯定是要先见自己的恩师 可等候多时的恩师似乎并不想搭理白风希 见此情景的白风希便直接拿出了杀手锏 师傅 你这丫头 还是倒回来 就这样试图两人玩笑一番后 便开始了长篇大论 白风希把这些天在江湖上所发生的一切 一五一时的全部向恩师诉说了一遍 随即他又将断魂门的事重点讲述一遍 然后把手帕上的奇怪图案也告诉了师傅 当师傅听到上面秀着穷穷于巨须 脸色立即紧张起来 师傅是知道些什么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死归复燃了 听到这里的白风希也随之好奇起来 随即就询问师傅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时的师傅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 原来这些人表面上是断魂门的人 可悲地里却是崇德年间战乱的一个地下组织 当年地精突遭袭击正是这伙人所为 而这伙人当年用的旗帜 上面秀的正是穷穷于巨须 不难猜测这伙人不久后将会有大的动作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落成之外已经黑压压的布满了人马 即日就要攻占落成 而此时落成之主则急得团团转 但就在他着急时 门外突然走来一位惊天地气鬼神的人物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 可一旦有外侵者袭击自己的家园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爵士高手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长胜将军 在男人面前一招都没过就被打落于马下 就在将军以为今天难逃一劫的时候 玉无员却开始呼喊此次领队的主帅 在下玉无员 求见双周主帅 可还没等他喊出第二遍 此时就见军队分裂开一个通道 随即从队伍里走出极匹高头大马 而位列前排的正是此次领队的范主帅 看到来者的玉无员身世一礼后 便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这次见他的目的 请范将军团天下一片清静 听到此话的范主帅 本想一见将玉无员赐死在当场 可他经过思量之后还是没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早有耳闻玉无员的功力深不可测 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能将自己的手机取下 想到这里的范主帅便询问玉无员 如果自己退兵可有什么好处 听到此话的玉无员便向范主帅承诺 只要他此时此刻愿意退兵 晚百姓一个安稳的日子 他便会说服城主从今往后 减免伤中伤人所有一切的赋税 听到这里的范主帅立即就答应了退兵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 经商的赋税可是一大笔开销 范主帅看玉无员既然如此有诚意 他也借此机会来个顺坡下驴 就这样两人辞别后 范主帅便回营帐去请示自家的大王 而玉无员这边则回到城内 和城主商议下一步计划 他们本以为这次可以不动干戈 就可以避免这次纷争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起来 前线的探子突然来报 商主大军何谓而来 听到此话的玉无员 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控制范将军被夺了军权 玉无员就是玉无员 果然如他所料 就在刚才范主帅撤兵一事 也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公公的儿 随即公公就来到范主帅的营帐 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问罪于范主帅 说他竟敢私自撤兵 这是违抗圣旨 可还不等范主帅道出缘由 公公直接就命人将范主帅给控制起来 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让守卫 将这个战功赫赫的范主帅压了下去 直接就砍了脑袋 随即公公便亲自乘坐四轮车 率领数十万精兵浩浩荡荡地来到洛城下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侠干一胆的男人 他为了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竟然不顾自身的安危 亲自来到城墙上对抗百万雄兵 击鼓出飞 随着振奋人心的战鼓响起 城外的侵略者也随之立即变换了阵型 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 而此时马车上的统帅刘公公 则得意洋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此仗必胜 而这时城墙上的御无援 则做好了随时取留公公首级的准备 毕竟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还是懂得 想到这里的御无援刚要有下一步动作 可此时就见敌方的阵营 突然一个黑影在众人的头顶飘飞而过 下一秒就落到了刘公公的马车上 随着大家的目光望去 就见一个气势惊人的男人出现在眼前 而来人正是名震江湖的黑风烯 此时再看刘公公已经吓得抖如筛坑 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小命随时都有可能不保 而这时的黑风烯则让刘公公带话给商王 回去告诉商王 他要是点燃战火 那么星火第一个燎原的便是商主 在他头脑发热之前我先入商王宫 帮他凉凉热血 听到这里的刘公公本想说到几句 可怎奈自己的实力不允许 而黑风烯为了让刘公公记住刚才的话 就见他转身一把握住了马车上的旗帜 随即眼神一狠 直接将玄铁打造而成的旗杆掰成两个 这属是吓坏了刘公公和在场的所有人 结果下一秒刘公公直接扛起马车就逃离了现场 就这样不动一兵一卒 直接避免了这场战争 随即玉无员便亲自下楼来迎接黑风烯 可从未磨面的两人见到彼此的一刻 瞬间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就这样两人先是一番含蓄 随后便来到当地最出名的酒楼 想要来个彻夜长谈 他们先是讨论起这酒楼的别具一格 然后又聊到了家国大事 可就在他们聊的尽兴时 酒楼的小二匆忙地来到跟前 随即就将一封信交给了玉无员 当玉无员拆开信件后 却发现黑风烯正盯着自己 随即他便警惕地走到一旁看起了信件 黄狮子在信上写了什么样的好消息 竟因玉公子如此留恋 没想到黑风烯能一语道破来信之人 听到这里的玉无员便直接说出了信件的内容 原来这封信件正是黄狮子所写 信件的内容则是说他们已经得到玄机令 而赠令之人正是白风烯 黄狮子更是注重评价了白风烯 说白风烯天资绝代 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女侠 听到这里的黑风烯脸色微微发生了变化 看在眼里的玉无员只是淡淡的一笑 随即他便说自己还有钥匙缠身 与黑风烯辞别后 便直接离开了当场 而待在原地的黑风烯却陷入了沉思 表面上他是武功盖世的江湖大侠 可一旦遇到自己的父亲前来查房 他就会立即装成病入膏肓的样子躺在床上 谢儿 兰西 原来黑风烯的真实名字则叫封兰西 他不仅是隐泉水泻的主人 更是贵为雍州的二殿下 他如今之所以费尽心思装病来欺瞒自己的家人 都是因为自己同父异母的三弟要置他于死地 从而取代他世子的身份 更可怕的是就连自己的生父也不待见他 甚至几次有心要废掉他世子的身份 所以这些年来他已养病的理由常居在温泉宫里 试图用体弱多病的假象来避免三弟的加害 可今天三弟又已瞧病的理由 大夫王突然前来查房 更是带来了宫里最好的太医 要为黑风烯诊治 美其名曰是为了二哥的病情着想 实则是想利用太医的手来一探虚实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等太医给黑风烯把过脉之后 竟然说黑风烯病得不轻 身体确实不佳 应该是操劳过度寒气入体所致 得知这个结果的三殿下还想要说到几句 但却被雍王给直接打扮 随后雍王便对黑风烯说 别在这温泉宫呆了 跟姑一起回雍京 再过些日子就该秋冽了 听到这里的黑风烯也只好答应下来 就这样雍王交代一番后 便先一步回了雍京 而此时的黑风烯却泛起了难 毕竟半军如棒 况且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三弟盯着自己 可怎奈王命难为 就这样收拾一番后便和大部队回雍京 可就在他回去的第一天 自己的老师就拿来了今年秋冽的文本 当黑风烯看过文本之后才知道 里面的内容并不只是简单的秋冽规则 还有父王制定的考核计划 看到这里的黑风烯瞬间就明白了父王的用意 他是想借此机会让三弟斩入头角 从而堵住满朝文武的嘴巴 好让三弟取代自己柿子的位置 但他们并不知道黑风烯才是半猪吃老虎 一晃三天过去 这天到了狩猎的日子 三位殿下早早地来到狩猎场 大王 时辰到了 铭鼓吧 随着战鼓被敲响 三位殿下便各自带着自己的家母 开启了狩猎模式 表面上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贵家公子 可一旦有人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爵士高手 结果这些号称天下第一凶猛的豺狼 在男人面前哈拉都没等流出来 直接命丧在了当场 就在女孩以为今天能遇到良缘的时候 黑风烯却让他保守自己会武功的秘密 不知情的女孩还想要说到几句 但此时的黑风烯却把弓箭递了过来 一脸羞涩的女孩看着黑风烯坚定的眼神 也只好顺手接过弓箭 而此时的黑风烯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寒情默默的女孩待在了原地 可就在女孩看着弓箭发愣时 她的家仆却纹身赶过来 一番含蓄之后 管家却对女孩说 主场传讯 让你去管理台 原来这个女孩并非普通猎狐 而是凤氏的组长凤七吴 这次的秋烈活动也是他向雍王提出的规则 而他也是想要借此机会 在三位殿下里选出一位未来的夫君 可等秋烈活动刚开始 他却彻底失望了 因为三位殿下里没一人能入他法眼 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殿下 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贪功心切 不顾手足之情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种人肯定不在自己责旭的标准内 第二则是大殿下 虽说他长得没清目秀 但为了捉到鹿王 竟不惜用右鹿作为诱饵 当真是心狠手辣 那二公子呢 听到这里的凤七吴便看向了二殿下黑风希 可此时的黑风希却在帐篷下平起茶来 看到这一幕的凤七吴却说道 不过我生平最不喜欢的 就是这种手无腹肌之力 行事却被女人害讲究的男人 不知情的他怎么会晓得 黑风希这是在伴猪吃老虎 看到这里的凤七吴便直接催动胯下坐骑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鹰姿撒爽 好让三位殿下丢尽颜面 边想边就来到了森林深处 他试图抓到几只凶猛的野兽 将三位殿下比下去 但没想到等他刚踏进森林禁区 就被几只凶猛的豺狼给盯上了 双方对峙一番后 豺狼便对凤七吴发起了猛攻 起初凤七吴还能招架一番 可到后来豺狼越聚越多 结果凤七吴一个不留神 竟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眼看就要命丧狼口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 黑风希及时来到跟前将其拉起 然后立即捡起地上的弓箭 顺势来个张弓搭建 等豺狼靠近他立即松开弓弦 直接将三只豺狼射杀在当场 这属实看待了凤七吴 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他认知里的二殿下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怜香细域的男人 他为了从狼群中救下当代第一大美女 竟然不惜暴露自己隐藏多年的大侠身份 二殿下你怎么会 听说凤家最会保守秘密 凤组长是还是不是 听到这里的凤七吴 立即就明白了黑风希的意思 就这样两人心照不宣地相识一笑 随后便一起来到了观礼台 而此时的观礼台前 已经占满了王侯将相 随着三位殿下身世一礼后 一年一度的秋冽颁奖大会正式开始 而今年的奖品与往年大不相同 因为今年雍州王要把自己祖传下来的一天见 当作奖品颁发给此次狩猎的获胜者 听到这里的三位殿下可高兴坏了 毕竟他们这个级别的人物 压根就瞧不上所谓的金银珠宝 长儿 作为兄长 你先来 紧接着大殿下就公布了自己的狩猎成绩 大殿下献礼 迷路两只 小兽十只 继二十分 听到这里的三殿下多少有点得意 随即就轮到了二殿下黑风希 可此时的黑风希却说自己的猎物有些麻烦 需要稍等片刻 听到此话的三殿下直接就是一顿挖苦 可台上的雍州王非但不制止三殿下的无礼 反而说黑风希如果拿不出成绩就不要找借口 听到此话的黑风希也只好闭上了嘴巴 随即雍州王便把目光 投向了自己最疼爱的三殿下身上 三殿下献礼 迷路两只 豺狼两只 继三十分 听到这里的雍州王立即大夸三殿下有勇有谋 随即他就要将一天剑颁发给三殿下 可这是一旁的凤七吾却站了出来 原来他也要争夺一番这一天剑 随即公公就公布了凤七吾的成绩 而他的成绩则是狩猎四只豺狼 以四十分的好成绩直接碾压了三殿下 听到此话的大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等他看过文本之后 便立即大夸凤七吾巾巾不让须眉 一番表彰的言语之后 便要将一天剑颁发给凤七吾 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一阵骚乱 随着大家的目光望去 就见不远处一群迷路被两个青年赶过来 而这些迷路正是黑风吸狩猎的成绩 公共数了一下竟有足足二十只 以比赛的规则二殿下应是满分 这下三殿下可着急了 你这也不是猎物啊 这是作弊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 可一旦他得知江湖上有人为非作弹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福尔摩斯 然后开始分析凶手的下一步计划 寒家善药 合作后方补给 轩人宗擅长不振 可以兴决 铁家善意 断魂门是要造出一只强兵 原来断魂门之所以袭击这几个名门世家 他们是想得到每家祖传下来的绝技 从而打造成一只可以推翻王朝的强兵 虽然黑风吸已经得知了他们的狼子野心 可此时却无法猜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但黑风吸不知道的是 远在千里之外的白风吸 也在推测断魂门的下一步计划 因为就在几天前 他也从师父的嘴里得知了最近江湖上发生的惨案 短短的几天时间 十大门派就惨遭断魂门的黑手 心狠手辣的他们几乎没留下一个活口 而作为正派首领的天双门 怎么可能就这样袖手旁观 最终在仕途两人商议后 他们决定带领本门派的精英弟子下山为名出汗 誓死要将断魂门的人斩杀殆尽 殊不知也正是这次下山 将给师门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 可等他们来到山下之后却犯难起来 因为派出去的师兄弟根本查不到断魂门的线索 更别说将他们一网打尽 实属无奈的他们也只好在客栈赞助下 可就在当天晚上白峰西经过对案件的分析 很快就推算出断魂门的下一个目标 得知这个结果的黑峰西有心去找白峰西会合 可怎奈身在王府的他多有不便 于是他便让贴身侍从中离 第一时间去告诉白峰西 与此同时白峰西这边 也协同师傅来到了纪州马家的附近 好在这次他们赶在了断魂门的前头 马家目前并没有遭到毒手 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安排人守保护马家 然而想要将断魂门的人一网打尽 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布置好机关 等断魂门的人找上门的时候 就可以将他们斩杀殆尽 而目前唯一担心的就是怕马家不予配合 于是白峰西便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那就是先给马家家主一个下马威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为了救下即将被灭门的马家 竟然不顾自己大侠的身份私闯民宅 在下天双门白峰西 有要是要与家主相商 白峰西 你怎么突然到我马王宝 随即白峰西就将这次来的目的 简要的说了一遍 他本以为自己的鲁莽会牵弄马家主 可没想到声名大义的马家主 非但不挑领 反而大力支持白峰西的做法 更是扬言只要断魂门的人敢来挺事 他们马家一族 定会让断魂门的人有来无回 我马家一定全力背后 更何况 这断魂门要是在我马家吃了别 我他能力能摇眉吐气不是 听到这里的白峰西甚是欣慰 没想到这个马家主竟如此豪爽战略 就这样两人约定好之后 便各自行动起来 而此时荒郊野外的草丛里 断魂门的人正在准备晚上的突袭 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马家的天罗地网正等着二等 光阴四见日月如梭 一眨眼就在他们以为这场灾难就此结束的时候 殊不知此时郊外的山头上 来了几位惊天地气鬼神的人物 他们正是断魂门的十大长老 而这些人的武功在当今武林中 真可谓是首屈一指 跺一跺脚整个武林都得颤三颤 而此次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冀州 就是要生情白峰西 活捉黑峰西 然后再将马家屠之待计 他每次打架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田 可一旦等对方是破了自己的计策 他就会立即施展自己的爵士轻功 来到众人的跟前 随即埋伏好的师兄弟也全部冲杀了床 而马家主则拿起大刀和金轮站在了一处 随着一个横扫千军 史无前例的一场战役正式打响 而白峰西的师傅则和独针女纠缠起来 此时再看白峰西这边 他竟然一人对抗两大高手 就在这世房间里突然跳出一位拿铁锤的哥们 随即他就将手里的铁锤抛向了白峰西 好在眼疾手快的白峰西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就这样几人插招幻视打在了一处 今天势必要将对方锤死在当场 就这样也不知打了多久 白峰西嘘谎一招直接将铁锤胸包裹起来 下一秒就踩在了脚下 此时的铁锤胸有心想要挣扎起身 可则那压根架不住白峰西的千金坠 见此情景的烈火掌勃然大怒 嘶吼着就朝白峰西冲了过来 紧接着白峰西施展自己的绝技实力叹花 又将铁锤胸给牢牢缠住 这次则是直接将他甩进了房间 而紧随其后的铁锤顺势带走了铁锤胸 但与此同时白峰西师父这边 结果一个不小心被毒针女射穿了肩胛骨 见此情景的白峰西 直接用袖笼将毒针女弹飞出去 随即就给师父服下了佛心丹 可此时的毒针女又跳了出来 本不想与他一般见识的白峰西 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因为毒针女万万不该伤自己的师父 就这样两人插招换势打在了一处 曾经以毒针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毒针女 而马家主这边则不是金伦的对手 结果一个不小心被划到了腹部 随即变掉出一本秘籍 而这本秘籍正是马家的御马术 此时的马家主有心在抢夺回来 可怎奈不是人家的对手 而金伦也借此机会飞离了现场 本以为他们拿到秘籍后会就此罢休 但没想到几人集结到一起 又朝白峰西等人杀了过来 实属无奈的白峰西为了保全大家 他只好利用自己的绝世轻功将几人引诱到荒郊野里 决定和他们大战三百回合 他左臂上的刺痕可是你伤的 等我在你身上留下一个一样 你就知道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霸气的男人 自己心仪的女孩不小心被坏人伤到了手臂 他为了给女孩出口气 竟然将伤人者直接刺死在当场 见此情景的同伙随即就被飞峰西发起了进攻 结果同伙赖以运用的杀人计 竟被飞峰西轻易的化解掉 我正找你 话音刚落黑峰西直接将丝线归还于了同 而此时不负不愤的烈火掌朝着黑峰西就是一击 结果也被直接震飞出去 就这样两人合力试图将黑峰西斩杀在当场 可下一秒反被黑峰西给捆绑起来 结果号称举世无双的两大高手 在黑峰西的面前两个回合都没走 就惨死在了当场 而仅剩的一人也想挣扎一下 可此时一个白影却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 而令白峰西惊讶的是 此人的身法竟然如此之快 还没等白峰西看清楚来人的招式 仅剩的一人就已经躺在了地上 原来来人正是风度翩翩的玉无援 随即玉无援便来到两人的跟前 说明日就会将马家秘籍送还给马家家主 玉公司怎么在此 这时的白峰西得知眼前的这位 就是四大公子之一的玉无援 他立即由刚才的风女侠化身为小迷妹 用崇拜的目光盯着玉无援 随即便不顾自己女侠的身份 将自己内心崇拜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这可把一旁的黑峰西给整不回了 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白峰西 竟然也有温柔的一面 可恨的是他的温柔不是对自己 实在忍不了的黑峰西便来到两人的中间 他为了堵住白峰西的嘴巴 竟然从怀里拿出一包小零食 让白峰西是吃一下 果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有了东西吃的白峰西立即闭上了嘴巴 就在黑峰西以为自己的计策奏效的时候 白峰西却错开他直接和玉无援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不敢置信的黑峰西待在了原地 实属无奈的他也只好灰溜溜地跟了上去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狂野的男人 他为了阻止自己心意的女孩与其他男人约会 竟然背着女孩找到被相约的男人 随即朝着男人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警告 听到这里的玉无援 立即就明白了黑峰西的意思 他这明明是在警告自己 不要对白峰西有非分之想 否则就对自己不客气 可等黑峰西离开之后 待在原地的玉无援 却露出了阴狠无比的眼神 就这样第二天一走 不知情的白峰西 还是高高兴兴地向约定的地点赶过去 边走边欣赏美景的他 直到下午才来到两人相约的地点 可此时的玉无援已经在这里等候他多时 得知白峰西已经首约来到地方 玉无援便立即停止了深情的弹奏 随即两人就是一番寒蓄 起初玉无援以为白峰西之所以约自己单独见面 是想对自己表达他的爱慕之情 可没想到白峰西接下来的话却惊呆了玉无援 这黄超说了 玉公子是他第一无法胜过的 而我只是第二个 我这个人吧 不喜欢屈居人后 所以接日一来 找你一站 听到这里的玉无援才知道是自己会错了意 最终推脱不掉的他也只好与白峰西一决高下 但这次他们鄙视的并不是武功 而是比谁先到达对岸的小岛上 感觉非常有趣的玉无援便一口答应下来 这天下也只有这样 才能为皇朝成在是第一期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 黑峰西早已在远处的山峰上观察他们许久 随即两人就各自施展自己的绝世轻功 互不相让地向对岸飘飞过去 看到这里的黑峰西嘴角忍不住地微微上跳 原来自己也被这个天下第一期女子蒙在了鼓里 就这样两人用尽浑身解数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同时到达了对岸 随即两人便相识一笑 谁也没想到竟然打了个平手 随后两人又是一番含蓄 这才一一不舍地向彼此告别 可等白峰西回到客栈 师父却突然告诉他 让他带领全部弟子先行回到天双门 自己则去拜访一下老友 殊不知也正是这次分别 差点招来灭门之灾 这绝对是我见过心思最歹毒的男人 他为了抢夺世子之位 竟然不惜要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置于死地 父王的口谕难道就不是军令了 抗旨不遵才是弥天大罪 给我继续查 捅了娄子本店替你们顶着 原来他是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试图在哥哥管辖的帐房查到些蛛丝马迹 好在自己的父王面前擦二哥一脉 从而将二哥从世子的位置上拉下来 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没听见 把锁打开 实属无奈的伙计也只好将柜子上的锁打开 可映入眼帘的竟是两个空箱子 看到这一幕的三殿下可高兴坏了 这次终于让自己抓到了把笔 与此同时随同的仆人这边 也在账本上发现了一笔支出五十万的账目 看到这里的三殿下不问缘由 就要拿着账本去找父王参纵 可此时许久未说话的二殿下黑风希 却不慌不忙地喊停了三殿下 随即黑风希淡淡的一笑 紧接着就见他将一旁的柜子缓缓打开 下一秒就从袖笼里拿出一张五十万两个银票 直接就摆在了三殿下的面前 见此情景的三殿下立即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私自前来调查账房 如果没有抓到账房的把笔 按照律法自己将会得到严惩 此时他有心想要向二哥求饶 可怎奈黑风希并不想就这样放过三殿下 紧接着他就带领账房的管事向宫内走去 留下一脸懊恼的三殿下待在了原地 原来那两个箱子之所以空空如影 因为里面的营业被账房的管事 私自拿去修建了河道 本想着日后尽快将其填补上 可没想到三殿下今天却突然来查账 好在危急时刻黑风希及时出手相救 这才避免了管事掉脑袋的风险 就这样黑风希带领账房管事来到了大殿 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时的向大王说了一点 得知的大王勃然大怒 随即就下令将三殿下禁足在他自己的府内 没有自己的旨意绝不准他踏出府内半尾 听到这里的黑风希非但没有露出得意的笑容 反而请只要到塞外修建两岸的河道 为百姓排忧解难 听到此话的大王甚是欣慰 立即就应允下来 就这样黑风希带领着几个将士 连夜乘坐龙头舟开始观察两岸的情况 可就在他和工程师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湍急的河流里却隐约看到有人在向船只靠近 殊不知水底也有一群拿着利刃的黑衣人 悄悄地来到了船底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将不会游泳的男人匡骗到木船上 然后趁男人不备时再派人用铁锤将船底击穿 弓箭手 弓箭手快 可还没等弓箭手准备就绪 船舱内就已经被滔滔江水灌满 也就是一瞬间硕大的船只就开始缓缓下沉 而此时甲板上的众人由于失去重力 下一秒就随着侧翻的船只掉进了湍急的江河里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幽暗的水面上 可此时的黑风系一个不留神 竟被溅起数米的江水拍进了水里 等他掉进水里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他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尽管他在陆地上是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 可对于他这个汉鸭子 一旦到了水里也只有被灌满的命运 但黑风系遇难一事很快就传到了大王的儿 可没想到大王开口的第一句话 竟然不是关心黑风系的生死 而是担心是不是三殿下所为 与此同时黑风系出世的江河上 一艘在满人员的木船正在悠闲地向天双门进发 而船上之人正是白风系带领的师兄妹 他按照师父的嘱托正在向自己的师妹赶去 可就在他们欣赏夜景时 却突然发现船只的前方飘来一个人形的物体 江里有人快救人啊 见此情景的白风系 立即施展自己的爵士轻功来到江面上 就开始了营救工作 在师弟的配合下很顺利地就将人救了上来 来到船舱内白风系才看清楚 原来落水之人正是黑风系 随即他便开始擦拭黑风系身上的水渍 当擦拭到脖子的时候 黑风系却一把握住了白风系的牵牵御手 此时的白风系有心想要挣脱黑风系紧握的手掌 可怎奈压根拗不过黑风系 而且此时黑风系的嘴里还不停地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见此情景的白风系也只好轻拍黑风系的肩膀 得到安抚的黑风系随即就松开了白风系的手臂 而这时师弟正好把药端了过来 最终在白风系的细心照顾下 黑风系服过药之后便又昏睡了过去 刚打算离开的白风系 却突然听到黑风系泥南的声音 随即白风系便搓热手掌 捂在黑风系的脸上为气取暖 但尽管这样黑风系还是不停地寒冷 放心不下的白风系也只好躺在一旁 紧紧地抱住黑风系为气取暖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负责任的护工 他为了不让病人遭受体寒之苦 竟然不顾自己的女儿身直接躺在男人的旁边 然后紧紧地抱住男人 用自己的体温为气取寒 但没想到由于多日的劳累 白风系竟然不知觉地呼呼大睡了过去 就这样两人挤在一起也不知睡了多久 第二天一早昏迷已久的黑风系竟然醒了过来 可当他看到旁边的白风系 立即就明白了自己是被他所救 可还没等他多想 这时的白风系也从睡梦中睁开了迷糊的双眼 我昨夜竟然就这样睡着了 我会不会误会 想到这里的白风系便小心翼翼地 拿开了压在黑风系身上的手臂 惊慌失措的同时 他还不忘测量一下黑风系的体温 好在经过多日的悉心照顾 黑风系总算被自己从鬼门关捞了回来 只要再不去闲的时候 就得变成大傻子了 你说谁是傻子 听到此话的白风系瞬间就明白了 黑风系刚才是在假睡 但他又拿不出任何证据 也只能尴尬地立即起身和黑风系拉开距离 随即他就开始挖苦黑风系 说黑风系堂堂的饮泉水泻的主人 今天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可虚弱的黑风系并不想与白风系斗嘴 只是说自己饿了要吃饭 听到此话的白风系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他就来到厨房 经过一番操作 很快就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青菜面 当黑风系看到这清汤寡水的面条 立即就变化了神情 而看到这里的白风系瞬间就不高兴了 下一秒就要将面条端走 但却被黑风系直接抢过去 不吃 原来黑风系刚才之所以看着面条发愣 那是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他依稀记得自己年幼的时候 长寿面给自己吃 而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黑风系就再也没有吃过面条 今天白风系突然端来一碗青菜面 这难免会不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为了感谢女孩的救命之恩 竟然不顾自己大侠的身份 将女孩匡骗到一家酒楼里 然后故意找茬的询问一旁的店家 你觉得他长得如何 听到此话的白风系 以及旁边的店家都瞪大了双眼 清果清成 绝代佳人 你肯真会说话 但没想到下一秒 白风系拿起几块糕点就要离开当场 结果被黑风系直接喊停在了原地 你要是真那么实诚 怎么没看出他身上的衣裳 和这清锅清成四四 根本不搭边呢 听到此话的店家 立即就明白了黑风系的意思 随即他便喊来两位侍女 向他们交代一番后 两位侍女直接就将白风系 拖进了室衣间 而此时的黑风系 却露出了狡诈的笑容 也就是一盏茶的时间 就见屋门被缓缓推开 等黑风系回头望去 直接就看啥在了当场 此时就见换过衣服的白风系 和之前有着天壤之别 此时此刻真应了那句话 人靠衣装马靠鞍 狗佩铃铛跑得欢 白风系摇身一变 由之前的小野鸡立即变成了枝头凤凰 可还没等黑风系缓过神来 白风系就要到室衣间将衣服换掉 你就穿着吧 我表姐跟我一个性子 从来不穿别人碰过的衣裳 听到这里的白风系多少有点迷糊 原来黑风系之所以大费周章安排今天的一切 表面上他是想报答白风系的救命之恩 可实则是想让白风系知道自己对他的情愫 当然聪慧的白风系怎能不明白黑风系的用意 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了半小时后 便一起来到了繁华的大街上前逛起来 可当他们经过一个画摊的时候 黑风系却让白风系坐在椅子上 然后自己要给他描述一副素描画 推脱不掉的白风系也只好听话的摆好架势 随着黑风系的画笔在纸张上挥动起来 也就意味着白风系的每个轮廓 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黑风系的心里 经过黑风系的一顿金雕细琢 纸张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位活灵活现的白风系 随着他最后一笔结束 满怀期待的白风系立即来到灯前查看 当他看到画像的那一刻 立即就知道了自己在黑风系信里的位置 可他刚把画像拿下来 还没等仔细地欣赏一番 却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桥面上 一个孩子正在跨过围栏 要去捡落在河里的皮球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却因为就一个失足落水的小男孩 竟然出乎意料地扭伤了脚踝 不好推脱的白风系也只好坐在台阶上 而此时的黑风系则不顾自己的身份 半跪在地上开始给白风系梳理经络 找好扭伤的位置之后 就听见喀巴一声 果然脚踝的痛感立即就得到了缓解 但尽管这样白风系还是疼得无法正常走路 见此情景的黑风系便立即起身 我背你回去 说着就把后背对准的白风系 本不想同意的白风系刚想要拒绝 可还没等他将拒绝的话说出口 结果下一秒就被黑风系直接背在了身上 就这样两人以撒狗粮的方式 不顾众人的目光向一站走了过去 但此时在两人的内心深处 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愫在心头环绕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就在两人沉浸在幸福的海洋时 却没发现已经来到了驿站 随着失地的一声失截 两人这才从喜悦中缓过神来 随即便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这才依不舍地向彼此告别 可此时的白风系看着黑风系离去的背影 心头却涌出一股不舍感 可黑风系这边刚回到自己的府邸 却从凤气吾的嘴里得知 三弟的生母白里氏 正在从寺庙赶回雍州的路上 听到这里的黑风系 立即就明白了白里氏这次回来的目的 恐怕三弟谋害自己一世 白里氏已经知晓 他此次不远万里从寺庙赶回雍州 应该不只是为他儿子洗脱嫌疑 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抢夺自己的世子之位 事到如今黑风系也只有做好迎战的准备 可凤气吾还是担心地提醒黑风系 明天在迎接白里氏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留意白里氏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白里氏是出了名的阴狠狡诈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着了他的道 表面上他是贤良淑德的雍州王后 可背地里却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荣登世子之位 竟然不顾手足之情 毒害自己的姐妹一个公主 从而取代他雍州王后的位置 更是要加害于一个公主 唯一的儿子黑风系 好让自己的儿子风举继承世子之位 但好在聪慧的黑风系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利用自己体弱多病的假象 骗过了白里氏 是若多年的他这才逃过白里氏的加害 可由于前些日子发生的一些变故 黑风系装病的假象 却被白里氏察觉 可实则是想要借此机会 将黑风系置于死地 以免黑风系日后阻碍自己的狼子野心 而得知白里氏终于要回来的消息 雍州王便率领满朝文武 以及自己的三个儿子 早早地来到塞外迎接白里氏 以表自己对白里氏的重视 可就在众人着急地等待时 远处却走来一大批逃难的百姓 见此情景的雍州王便吩咐小儿子风举 上前一探究竟 何等风举来到跟前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的母亲白里氏 扶老邪又徒步来到了雍州 但此时的百姓并不知道与他们同行 竟是贵为异国的王后 吓得在场的人纷纷下跪请求恕罪 大家都起来吧 别叫我什么王后了 叫我白里娘子就好 而这时的雍州王也闻声来到了跟前 白里氏一番礼仪之后 雍州王这才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而这时的白里氏却装出一副爱名如子的样子 把如何遇到落难的百姓 如何帮助他们的经过全部说了一遍 得知缘由的雍州王甚是欣慰 而此时一旁的长子封长却关心地问道 母后 您的腿之前是 可是母后 您的腿之前不是受过伤吗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白里氏并没有搭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而是把目光锁定在了黑风溪的身上 随即便对黑风溪就是一顿虚寒问问 见此情景的雍州王 便要求黑风溪仿效古人为母之鞭 好好孝敬一番白里氏 听到此话的黑风溪有心想要拒绝 可此时在场的文武百官 全把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 实属无奈的黑风溪也只好答应下了 但就在这时一旁的凤七吴却站了出来 表面上他是一个柔弱不能自理的附加千金 可一旦自己的心上人遇到麻烦 他就会立即施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将一个本无过错的护卫硬生生地说成罪人 臣死虑不周 罪该万死 更令人佩服的是 就连满朝文武都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随即凤七吴又将矛头指向了白里氏的清醒 礼部负责今日的交迎事宜 可娘娘束缚入京 为何竟未提前通报 但百姓之中 若有刺客在此趁机袭上 你该当何罪 臣罪该万死 听到这里的雍州王便立即指责白里氏 现在看来 你今日所作之事 确实有些欠托呀 这时的白里氏真可谓是憋屈到了极点 他本想利用雍州王爱民如此的弱点 这次扶朗邪又回到雍州 想在雍州王面前表现一番 但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非但没有得逞 反而遭到雍州王的一顿斥责 他把这一切全部怪在了凤七吴的身上 但怎样又找不出任何漏洞来反驳凤七吴 也只能灰溜溜地跟着雍州王回了京城 而这时沉默许久的黑风戏却按套大拇指 称赞凤七吴的聪明才干以及伶牙利齿 但同时这也给凤七吴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而这边等白里氏刚回到雍京 却直接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他试图在雍州王的面前说几句黑风戏的坏话 可雍州王却让他管好自己的儿子风局 听到这里的白里氏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雍州王早就查明了黑风戏遭袭一事 就是三殿下风局所为 但碍于白里氏的面子 雍州王并没有问罪于三殿下 可如今白里氏还想找黑风戏的麻烦 雍州王怎么可能放任他们母子这样胡作非为 华洛直接甩袖离开了白里氏的寝宫 而这时的白里氏真是后怕到了极点 随即他就将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喊到了跟前 先是对他一顿数落 然后又懊恼自己竟然被黑风戏蒙骗了十几年 本宫千算万算 真没算到 风蓝溪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可此时黑风戏的羽翼已经丰满 如果现在想要再将它除掉 真可谓是男如登天 可手段非常的百里氏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黑风戏 于是他又心生一计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风局 尽快与朝中重臣的女儿完婚 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与黑风戏拼死一搏 听到此话的风局有心想要拒绝 可怎奈为了自己的世子之位 他也只好听从母亲的安排 与此同时白风戏这边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却要以当掉自己的首饰来维持生计 只因自己的小师妹不幸感染风寒卧床不起 而他们出门时所带的银两银抓药所剩无几 从而导致无法支撑众多世兄弟的生活开支 作为大师姐的白风戏 也只好将自己佩戴多年的首饰 拿到当扑换些银两来维持生活 可此时的黑心老板却看出了白风戏的难处 于是他便故意压榨白风戏的价格 明明能当时营业的首饰 可这个黑心店家却只愿出三营业 当白风戏发出质疑时 店老板却让白风戏将头顶发赞档顶 承诺会多出些银两买下 可此时的白风戏却想起了黑风戏的话 这个头饰绝对不可以拿去换酒 想到这里的白风戏便一口拒绝了店家 实属无奈的他也只好拿上档来的三营业 向门外走去 可此时却跑来一个抱着花瓶的男人 起初白风戏并没有在意 可当他听到如玉轩这三个字的时候 立即又想到了黑风戏曾嘱咐她的话 以后要是临时有什么不凑手 随便找一家如玉轩的分号进去 一千营业以下的东西 随便你 想到这里的白风戏便看向了斜对面的如玉轩 于是他思索片刻之后 便抱着适时的态度来到了如玉轩 当见到掌柜的一刻 他便把黑风戏交给他的暗号 向掌柜一字不落地说了一点 起初他还担心会被掌柜的给轰出去 但没想到听到暗号的掌柜 便立即按照白风戏的要求 转身到帐房去取营业 可就在白风戏等待的时候 就见从二楼走下来一位最熏熏的男人 结果下台阶的时候却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但在场的人却没一人赶上前查看 可此时倒地的男人却开始口吐白沫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便立即来到跟前查看 江湖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看出 男人这是杨高峰发作了 于是他便立即拖住男人的脖子 给他点上了防止咬舌的穴道 与此同时掌柜的也把白风戏需要的营业拿了管 但此时的白风戏并不知道 被自己救治的这个男人 正是黑风戏同父异母的大德风长 但令白风戏万万没想到的是 也正是今天的无心之举 却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随即他便接过掌柜递来的营业 感谢一番后就离开了当场 他每次打架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甜 可一旦等对方拔出利刃要进攻的时候 他却立即变化了神情 紧接着他就施展自己的绝门毒计 与男人打在了一处 结果这个自诩天下第一的剑客 在女孩面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过 就被制服在了当场 好在这时小师弟急忙走了出来 师姐 白师妹请吧 听到这里的白风戏 便把剑归还于了不复不分的二师弟 随即他就来到房内查看小师妹的病情 好在经过几天的静量 小师妹的脸色好了许多 于是白风戏又将事先熬好的汤 要让小师妹喝下 可此时的小师妹却无辜地闹起了脾气 死活就是不愿意吃药 而且眼神还有一无意地看向一旁的小师弟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 立即就明白了小师妹的用意 于是他便把旁边的小师弟喊到跟前 让他代替自己将要哄进小师妹的嘴里 而白风戏则借此机会找个借口离开了当场 可等他刚走出房门 却立即转身趴在门口偷看起来 原来这两个小毛孩子在谈男女朋友 看到这一幕的白风戏 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他就要出去散散心 但此时迎面却遇到了一脸慌张的小师弟 原来他们的师父自从与他们分开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 每次派去的信歌都是无功而返 你不要担心 这个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白风戏并不知道 他们刚才的对话 全被躲在墙角的二师弟听在耳里 随即白风戏安抚小师弟一番后 便来到如玉轩试图打听到师父的消息 可怎奈掌柜的 根本就没见过他师父的身影 就这样忙碌一天还是一无所获 直到傍晚他才垂头丧气的向家里走去 可在经过一个小巷子的时候 突然被一伙蒙面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却露出了一脸不懈的表情 可还没等他询问缘由 黑衣人就朝白风戏发起了进攻 结果这些号称天下第一的刺客 在白风戏面前犹如老索戏儿童 起身的几人还想要冲杀上去 但却被一个威严的声音喊停在了原地 原来来人正是黑风戏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伙黑衣人看到黑风戏之后便立即撤离了当场 随即两人先是一番含蓄 然后便一起来到了如玉轩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女人 她只是晚饭之后出来溜达一会 没想到竟被一伙蒙面人拦住了去路 不知索然的白风戏本想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可下一秒蒙面人直接将利刃对准了她 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 而此时的白风戏则借此机会 利用自己的爵士轻功来到了房顶 可这伙蒙面人显然也不是吃素的 紧随其后就跟了上来 但他们的轻功相对白风戏来说 还是有着天壤之别 眨眼间白风戏就来到了另一个小巷里 结果一个不小心却撞到了行走的路人 而此时的蒙面人也紧随其后地追了过来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先是安抚一番身后的男人 随即朝着靠近的蒙面人就是一巴掌 紧接着他就跳到蒙面人的身上 开启了溜冰模式 结果这些不是吃素的蒙面人 在白风戏的面前也只有被戏损 他们有心再次冲杀上去 但此时旁边的男人只是一个眼神 这些蒙面人却立即撤离了当场 随后白风戏便来到男人跟前 开始向他极力道歉 可此时的男人却询问白风戏 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之前见过你 看样子是有些面术 你是 听到这里的男人便悄悄地从袖容里拿出鼻屑 想要将白风戏刺死在当场 好在这时的白风戏却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说着就急忙错开男人逃离了当场 留下一脸猛的男人待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之前的那伙蒙面人又折返了回来 向男人领罪之后便又急匆匆地离开了当场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可白风戏这边却一口气跑到了家里 而且边走边自言自语道 那人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为了隐藏自己得病的事情 找人来杀我的 想到这里的白风戏却头大起来 正后悔前几日自己的善举救下那个男人 但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男人 正是黑风戏同父异母的大哥风长 而风长之所以多次派人刺杀白风戏 都是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得知 他在如玉轩犯病时的丑样 而且自己有杨高峰的毛病 也绝对不可以传到江湖上 所以自从那天之后 他就派人将如玉轩的丫鬟婆子 全部带到了自己的庭院 让手下人给秘密处死在了郊外 唯独就自己的白风戏还没有抓到 所以他这才多次派人围堵白风戏 势必要将自己的救命恩人白风戏置于死地 但此时的他也并不知道 自己誓死要杀害的这个女人 正是自己最疼爱的弟弟黑风戏的欣赏之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女人 她二十年来第一次出门买早餐 没想到就被一个猥琐的男人给盯上了 毫无察觉的女孩 转眼就来到了一个狭小的巷子里 而此时的男人也紧随气厚地追了上来 可在经过一个胡同的时候 白风戏却突然加速消失在风戏的视线内 着急的风戏立即跑上前查看 可结果却被白风戏给逮了个正着 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了几分钟后 白风戏便不耐烦地问道 又是你 你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 所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听到这里的风戏感觉白风戏又在装傻充愣 于是他又把手缓缓放进袖笼里 开始摸索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舌 结果下一秒就被白风戏给捏住了手腕 但尽管这样白风戏还是没有拆穿它 只是说自己略懂秘书 要帮风戏看看是否受到了惊吓 说着就往死里掐风戏的脉搏 眼看风戏就要支撑不住 白风戏这才将金刚指松开 但为了弥补风戏的自尊心 白风戏便把自己买了两个包子 分给了风戏一个 当风戏看到包子的一刻 却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但就在她发愣时 白风戏却将包子强行塞到了风戏的手里 随即便离开了当场 但此时的风戏看着手里的包子 却陷入了沉思 而这边走远的白风戏还不知道 风戏并没有就这样放弃杀害她的面下 光阴四箭日月如梭 就这样几天过去 白风戏并没有再次遭到风戏的袭击 然而这天早晨 白风戏正在陪几个师兄弟踢球的时候 他们院落的隔壁却搬来了一户不速之客 而这个不速之客正是盯着白风戏许久的风戏 她这次之所以搬到白风戏的隔壁 就是想要长期观察白风戏的一举一动 看看白风戏是否真的在装傻充愣 而此时的白风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可就在她与师兄弟玩耍的时候 院落外却突然飘飞进来一人 并且把他们的皮球踩在了脚下 而来人正是溜达过来的黑风戏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便立即挑衅地说 要么把球踢回来 要么一起踢 你想与我促居 促居一门还从没碰到过比我更厉害的人 听到此话的白风戏直接就露出了鄙夷的笑容 随即她就要与黑风戏比试一场 她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为了在大家面前赢得比赛 竟然不顾自己大侠的身份 要欺负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小姑娘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互不相让地向中间的足球飘飞过去 随着两人的一个扫堂腿 足球静止向高空飞去 两人也立即施展自己的绝妙身法 开始在空中大显自己的球技 殊不知这一幕却被另一怨落的风长看在眼里 这属实惊呆了风长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自己的弟弟黑风戏是体弱多病的代名词 但如今又为何武功如此至高 想到这里的风长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随即她便伤心地离开了当场 与此同时黑风白戏这边 比赛也已经到了白热化 而此时的两人边斗球技边眉目传情 随着白风戏一脚将球踢开 黑风戏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绝世轻功 神同步地将球踢进了猪笼 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 属实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这也意味着这场球赛并没有分出高低 就这样两人相视一笑 仿佛有好多话向彼此诉说 好在这时有眼力尽的小师妹 立即支开了在场的所有师兄弟 等众人离开之后 两人便来到当地最出名的蓝云楼用餐 看着眼前被点满桌子的美味佳肴 这可把黑风戏给惊呆了 也不知道你这胃口怎么会这么大 听到这里的白风戏非但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反而开始大口品尝满桌的菜肴 就这样酒过三巡之后 白风戏便问起这酒楼名字的来意 原来这座酒楼也是黑风戏的产业 而酒楼名字之所以叫蓝云楼 还要从黑风戏的少年说起 那时的黑风戏就心怀抱负 年纪轻轻的他就扬言一定要将这江河统一 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而自己的雄心壮志 也只有当时的风戏云懂他的凌云壮志 只可惜两人自那次离别之后 就再也没有相见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 两人更是失去了任何联系 直到今天提起酒楼的名字 这才让黑风戏回想起了往事 但此时的黑风戏并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白风戏正是让他魂牵梦绕的风戏云 他每次干饭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甜 可一旦等满桌的美味佳肴展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超级大胃王 然后不顾旁人一样的眼光 开始对着满桌的食物风卷参云 实属不好意思的白风戏 便用自己的汤勺给黑风戏也来了一勺 黑风戏看着眼前的豆子很是无奈 结果下一秒白风戏就将自己舔过的勺子 放在了黑风戏的饭碗里 他这个操作让黑风戏直接就破防了 就这样两人吃到深夜才踏上回家的路 可即将到达白风戏的住宅时 两人却莫名的伤感起来 因为他们就要分到杨彪去完成各自的使命 黑风戏要留在雍州争夺世子之位 而白风戏则要赶往雾山去寻找自己的师父 可由于多日的相处与对彼此的了解 无形中使两人的感情不断升华 可如今却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 使两人不得不相忘于江湖 就这样两人依依不舍地辞别之后 白风戏便头也不回地向住宅走去 而待在原地的黑风戏 却泪眼汪汪地迟迟不愿离去 可此时的白风戏还是强颜欢笑地关上了大门 但心痛不已的黑风戏并不知道 在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白风戏却也泪眼模糊起来 她望着黑夜里的明月常叹道 黑狐狸 你若只是江湖中的黑狐狸该多好 但怎奈事已愿违 谁也无法改变当前的局势 第二天一早 白风戏就带领师兄弟朝雾山进发 可奇怪的是黑风戏并没有前来送别 一旁的小师妹试图劝解一番白风戏 可白风戏却说 我和她走的路不一样 只有及早的分开 才能避免以后的痛苦 化落之后 白风戏则立即把头扭向了一旁 因为她生怕自己会忍不住落落 可此时的白风戏并不知道 在雍州最高的建筑上 黑风戏正在望着她离去的方向 此时的黑风戏多次忍住上前追打的冲动 可这种滋味却让她痛不欲生 因为她明白这次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 不知所然的钟离便询问黑风戏 为何不去相送风姑娘 听到此话的黑风戏 这才说出其中的缘由 我要走的这条路 今后必定血雨兴奋 既然路不相同 但尽管如此黑风戏 还是久久不能释怀 表面上她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可一旦自己的师兄弟遇到危险 她就会立即化身为爵士高手 此时的白风戏试图将树叶引诱到另一个地方 可放心不下的小师弟后脚就要追赶上去 结果一个不小心却掉进了脚下的山洞里 见此情景的白风戏刚想要上前施救 但却被一个威严的声音给喊停在了原地 听到此话的白风戏便没了任何顾虑 于是她立即施展自己的绝妙身法 将树叶引诱到山松之上 然后立即来个回首掏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树叶阵法 在白风戏的面前就这样被轻易地化解掉 而这边掉进山洞的两人并无大碍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却从侧门走过来一人 而来人正是他们寻找多日的师父 师父之所以被囚禁在了这个山洞里 因为每个来到雾山的人 只要没有通过太阴老人的试炼 就会被传送到此地 只有等到有人通过试炼 被困在此地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离开 原来如此 师姐还未败 应该是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山洞外的白风溪 却和玉无援等人来到了一个悬崖断壁处 而此时的几人如果想要到达断壁的对面 就必须要利用眼前的铁链轻弓过去 于是几人经过商议一番后 便想借此机会来个一决高下 看看谁的轻功更胜一筹 说着几人就开始施展自己的绝世轻功 眨眼及皇朝观察一番地势之后 便带着扫雪将军向山下走去 而此时的白风溪和玉无援 则已经来到了对岸的山洞 可这时的白风溪并不知道 和玉无援单独相处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文文尔雅的书生 可背地里却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他为了得到纵横江湖的武功秘籍 竟然趁好有不注意时 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地震给吓坏了 他们深知如果不尽快找到出口离开此地 毫无疑问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埋葬于此地 随着皇朝将石桌推向落下的山石 也就意味着他多了几个忠心的手下 而山洞里的众人也按照皇朝的指示 到达了安全的地底 可此时的白风溪却被剧烈地晃动震晕在了山洞里 好在内力身后的他也只是短暂的昏迷 刚把眼睛睁开的他 却通过狭小的缝隙发现上空盘旋着一只老鹰 看到这里的白风溪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因为这只老鹰正是黑风溪豢养的侦探鸟 随即他便起身试图走出洞口与黑风溪会 原来及时赶到之人 正是牵挂白风溪已久的黑风溪 你怎么会突然来雾山 我若不来你就要变成井底之王 不过以你的功力 怎么会落入古充呢 听到这里的白风溪 便把以往的经过向黑风溪说了一遍 可当黑风溪得知他是和玉无缘一起来的雾山 便立即醋意大发 见此情景的白风溪有心想要斗一下黑风溪 但看在黑风溪如此在意自己的份上 他便立即转变了态度 随即便向黑风溪解释了以往的经过 能听到解释的黑风溪也立即喜笑颜开起来 随即他就将考好的老母鸡逼给了白风溪 这时的白风溪才知道自己在黑风溪心里的位置 心疼不已的黑风溪便亲自撕下一个鸡腿 交在了白风溪的手里 而白风溪为了感谢黑风溪的款待之恩 便从怀里拿出一个脖子 在袖子上擦拭几下之后 让黑风溪随他一起品尝 从未吃过野果的黑风溪 当入口的那一刻才知道野果有多甘甜 就这样两人有说有笑地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贵家公子 可一旦自己的心上人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爵士高手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六摇阵法 在男人的面前就这样被轻易地化解掉 但这时的两人才明白过来 此阵法并不能仅靠蛮力硬床 而是要靠脑袋分析出其中的原理结构 才能安然无恙地破解阵法 想到这里的两人便开始观察地上的字符 最后一个字符射进石像里 也就意味着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阵法 今天在两人的配合下将彻底得到破解 而此时端坐在另一个山洞里的太阴老人 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太阴老人便施展千里传音 随即太阴老人便推动眼前的棋子 让两人进入下一个关卡 更是承诺只要通过最后一个考验 他就将自己的绝学兰英碧月传授给两人 随即两人便按照太阴老人的指示 来到了最后一层 而这层则是要与太阴老人对一局 没有任何废话的黑风吸看了看眼前的棋局 便拿起旁边的棋子 朝着自己看好的位置就按了上去 起初两人以为这场对一 只是简单地在棋盘上分胜负 但殊不知他们已经掉进了太阴老人的圈套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却因一根烦恼情思被困在了幻境里 此时的他只需要将眼前的情思斩断 就可以打破幻境回到现实 更是能得到举世无双的蓝音碧月功法 可偏偏在这关键时刻 黑风吸的脑海里却呈现出白风吸的身影 他集中精力试图将白风吸赶出脑海 可怎奈一切都事与愿违 与其这样还不如将这根情思紧紧地握在手里 但此时身在局外的白风吸 却发现了黑风吸的异常 于是他果断将困住黑风吸的气盘打翻在地 但也就是他这个鲁莽的行为 却直接将黑风吸从幻境里拉了回来 同时这个难倒众多武林元师的阵法就此得到破解 这小丫头直接就毁了我的烂磕盘 真是特别啊 随即两人休息一番后 便按照太阴老人的指示来到了最后一层 当他们看到太阴老人的真面目时 实属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就是蓝音碧月的创始人 紧接着两人就将这次来到乌山的墓地 向太阴老人诉说了一遍 原来他们闯阵并非基于太阴老人的蓝音碧月 而是为了救人才迫不得意打扰他老人家 可听到此话的太阴老人却立即拉下脸来 非说黑风白溪这是瞧不上他的武功 可还不等二人有过多的解释 这老头直接就来了脾气 下一秒就见他运用内力将眼前的棋盘催动 随即大量的泉水就从高处流淌下来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黑风白溪脚下的凹槽就已经被泉水全部灌满 可就在两人疑惑时 太阴老人却立即施展秘法 用凹槽里的泉水将两人包裹在阵法内 紧接着就出现了几个水形态的人影 左为蓝阴又为碧月 您可不要错过良心 原来太阴老人这是在传授他们蓝阴碧月的功法 见此情景的两人便按照太阴老人的指示 开始模仿水人的动作修炼起来 随着水人的动作越来越快 两人也随即加快了修炼的速度 就这样一黑一白在这狭小的山洞里 犹如无人之境大方异彩 就这样也不知持续了多久 随着白风希的一指定江山 两人终于完成了蓝阴碧月的基本功法 可就在他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黑风希却突然察觉到气息开始紊乱 此时的她深知这是要走火入魔的前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痴情的女人 她为了将走火入魔的朋友解救出来 竟然不惜将自己苦练多年的内力 毫无保留地输送给男人 可此时的白风希为了尽快将黑风希解救出来 竟然冒险逆转经脉运行一个大周天 来为黑风希打通各个经络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黑风希万无一失 但与此同时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当白风希将自己的内力耗尽大半的时候 却依然不见黑风希有苏醒的迹象 于是她又将刚学的碧月心法 全部传授给了黑风希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个时辰的周天逆转 黑风希总算恢复了意识 可当白风希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黑风希却突然睁开漆黑的眼眸 朝着白风希就发起了进攻 黑风希怎么了 你虽然恢复了她的内力 但是她刚才总活入魔 要是要让她的神智清醒 必须点中她的百会 神庭 雅门和风池 自续才成 这些都是死 别无选择的白风希 也只好按照太阴老人的指示 开始运用自己的绝妙身法 在黑风希的身边穿梭起来 不敢有丝毫马虎的她 每次都是确认学到之后才敢点下去 因为只要稍有不慎 黑风希就有当场必命的风险 好在经过她一系列的仔细操作 终于将黑风希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可此时的白风希却因为耗尽内力 直接就晕倒在了黑风希的怀里 这可把黑风希给心疼坏了 于是她又将自己的内力 开始输送给白风希 好在得到补充的白风希 立即就清醒了过来 可当两人四目相对时 也就意味着她们刚才经历的一切 都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这正是炼成蓝音碧月的关键所在 其中的道理就是 只有心心相应的两个人 互相牺牲 甘愿奉献 生死相依 才能将蓝音碧月的最高心法 炼到灯中造极 就连创作这神功的太阴老人 直到今日才明白其中的奥秘 随即太阴老人将两人喊到跟前 她先是告诉两人自己的命数将近 然后想要将自己珍藏的两样东西赠送给他们 首先就是设计看于图 要赠送给黑风夕 她希望这幅图能用于正宝 随即她又将白风夕叫到跟前 可给她的则是一个精致的盒子 而盒子里面却是一颗发芽的种子 这时的太阴老人却告诉白风夕 若来日你们在生死关头之际 说不定她能带来一万圣迹 谢谢你 话音刚落太阴老人便吩咐旁边的书童 让她带着黑风白夕离开此地 可此时的白风夕还想要说到几句 但却被太阴老人示意无需再多言 就这样两人与太阴老人辞别之后 便随书童来到了山下 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多远 就看到远处的山峰坍塌成了废墟 也就是说这个堪比神仙级的人物 就此陨落在了雾山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将众多武林豪杰引诱到开阔的地方 然后趁众人不被识突然开始偷袭 好在眼击手快的武林人士立即就做出了反击 才躲过这致命一击 紧接着大批黑衣人朝着众人就冲杀了过来 现场顿时就乱做了一团 打得真可谓是难解难分 而此时的小师妹由于身小力亏 不得不依仗父亲的庇佑才能死里逃生 可就在父女两人誓死拼杀时 突然一只冷剑射在了父亲的肩胛骨上 吃痛的父亲咬着后槽牙直接将剑拔出了体外 但与此同时一大批黑衣人朝着父女两人就杀了过来 结果被一声巨响直接震飞了出去 原来来人正是刚从雾山走出的黑风白溪 师徒两人互相关心一番后 黑风溪只是一个眼神 两人便立即施展刚学到的蓝音碧月功法 朝着敌人就开启了猎杀模式 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这帮突袭的黑衣人全部被斩杀殆尽 可此时的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刚才施展的蓝音碧月功法 全被躲在暗处的御巫员看在眼里 等一切全部结束之后 皇朝便带领众多武林人士离开了此地 而白风溪等人在黑风溪的一再劝说下 便要随黑风溪一起回雍州 可此时的黑风溪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在雍州的朝堂之上 满朝文武正在议论他为何不前来上朝 而心怀叵测的三殿下则借此机会 协同他的同党开始大作文章 说黑风溪既没有请假 就敢肆意破坏朝堂的规章制度 这属实没有把大王放在眼里 更是请求大王重罚二殿下黑风溪 可就在他们喋喋不休的时候 黑风溪却拿着太阴老人赠以他的设计刊与图 来到了朝堂之上 一番礼仪之后 黑风溪则把自己迟到的缘由说了出来 儿臣在路上耽搁 为的乃是死物 说着他就命人将图打开给雍王查看 当雍王看清这幅图的名字时 直接就不淡定了 三殿下更是一路小跑来到跟前仔细端向起来 如何分辨真伪 听到此话的雍王便立即吩咐大臣 让他上前查验真伪 可经过大臣的一顿仔细检验 此图正是太阴老人亲笔绘制的图纸 上面记载的全是大东险峻山川 水文地理的设计堪于图 听到此话的雍王好玄没从椅子上蹦起来 毕竟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了一幅这样的图纸 在行军打仗时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雍王在高兴的同时 便质问起黑风溪是如何得到的此 随即黑风溪便借此机会 向大哥疯常解释了自己会武功的原因 本宫这几天装着喜欢你 我也恶心的要死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母亲 她为了让自己的小儿子争夺到世子之位 竟然要牺牲大儿子的幸福 让她去迎娶朝中大臣的傻女儿作为心腹 从而拉拢大臣来为小儿子铺路 如若不然更是拿大儿子的病史座以威胁 本宫要是被逼急了 还可以把你有闲政的事抖出去 听到此话的疯常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狠毒的话 是从自己生母的嘴里说出来的 而母亲百里是之所以讨厌自己的大儿子疯常 都是因为在疯常年幼时就得了一种怪病 只要受到惊吓就会立即倒地 然后口吐白沫抽搐不止 起初白里是以为这只是偶然现象 可随着疯常一天天长大 发病的几率也随之频繁起来 可那时的白里是非但不给疯常找大夫医治 反而大骂是疯常连累了自己 说就是疯常的存在 才导致自己无法进攻与殿下长相厮守 后来狠心的白里是索性将疯常丢给管家 自己则偷摸的进攻做了一个侍女 只为有机会和殿下温存一番 可每当疯常闹着要找母亲的时候 管家都会骗她只要乖乖听话 母亲就会回来接她团聚 幸以为真的疯常这一等就是五年 好在上有一丝良知的白里是 在管家的多次劝说下 才违心的派人将疯常接到了宫内 前提是疯常不得在其他人面前 说两人是母子关系 随即便将疯常安排到了另一个宅院生活 十几年来从未踏入过疯常的住所 可这天疯常却突然接到白里是的邀请 让疯常到她的寝宫相见 得知这个消息的疯常 激动的好玄梅当场落下泪来 随即她便满怀期待地来到白里是的寝宫 一番礼仪之后 白里是便假惺惺地将疯常拉到了跟前 还特意为疯常准备了她最爱的小笼包 见此情景的疯常眼睛立即湿润起来 十几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母爱 可当疯常咬下包子的那一刻 她才知道今天所有的美好都是假的 成亲之事就这样递下来了 原来今天白里是之所以召见疯常 她是想让疯常迎娶朝中大臣的傻女儿为妻 从而拉拢大臣为自己的小儿子铺路 可聪慧的疯常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在回去的路上 管家还想要劝说疯常听从白里是的安排 可听到此话的疯常直接拉开袖笼 露出了长满红枕的手臂 原来白里是刚才给她吃的小笼包全是瞎人献的 因为白里是压根就不记得疯常对瞎人过敏 你若是不同意 你跟本宫的母子之情 到今天就结束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偏心的母亲 她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竟然不惜让自己的大儿子去入赘大臣家的傻女儿 从而拉拢朝中的重臣 好让自己的小儿子选上柿子之位 你若是不同意 你跟本宫的母子之情 到今天就结束了 听到此话的疯常眼睛立即湿润起来 没想到这些天母亲对她的温柔 竟然都是强装出来的 伤心欲绝的疯常刚想要离开当场 可此时的白里是又拿疯常的闲证来说事 说小时候就应该把疯常丢进野地里喂狼 今天就不会来弃本宫了 不敢反驳的疯常也只能心如死灰地离开了当场 但疯常完全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白里是已经目露凶光 但没想到第二天 白里是竟然派人将陪嫁的嫁妆 强行送到了疯常的府里 更是让下人带话给疯常 如果不听从她的安排 她就会到大王那里参疯常一个不孝的罪名 忍无可忍的疯常立即起身 就向白里是的寝宫赶了过去 今天势必要与这个所谓的母亲说到一番 转眼她就来到了地方 而这次她却一反常态 直接就将来的目的向白里是说了出来 你后 儿臣不准备去骑过公的女儿了 你又闹什么孩子脾气啊 但没想到白里是听到此话 刚想要对疯常恶语相向 可这次疯常则没有给白里是机会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当场 可此时气不过的白里是 后脚就跟了上来 然后一把就拉住了正要离开的疯常 紧接着就是一顿雷烟火炮 可此时的疯常则提醒白里是 不要在下人的面前施了礼 听到此话的宫女们吓得立即撤离了当场 而这时的疯常并不想与白里是撕破脸皮 可还没等她走出几步 又被白里是喊停在了原地 而这时没有任何约束的白里是 更是暴露出她那丑恶的罪言 她先是挑拨疯常与黑风系的兄弟关系 然后又开始威逼利诱疯常 说疯常如果不听从她的安排 她就强行托疯常下水 然后到大王那里说疯常才是背后的主使 诚儿你已经上了我的船 你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啊 是不是恨死办公了 不过你有什么办法 你就乖乖听话吧 话落之后这个毒负责潇洒地离开了当场 可留在原地的风肠气得好 玄梅当场驾鹤西游 但自从这天之后 风肠就开始整日戒酒消愁 从此一蹶不振 最终别无选择的风肠 也只好按照白里是的要求来请父王赐婚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恶毒的母亲 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大臣家的傻女儿 竟然不惜拿儿子引以为耻的闲政座椅威胁 赶紧回府去 等母后的好消息啊 实属无奈的风肠 也只好违心地找到自己的父王请求赐婚 可此时的雍王一再向风肠确认 是否真的愿意迎娶一个这样的女人为父 有苦难言的风肠也只能默认 随即雍王为了表示对这门轻视的重视 便当场加风风肠为永信君 更是赏赐风肠十亿三千户 等风肠谢恩之后 便心事重重地退出了大殿 可在回去的路上 风肠非但没有任何窃喜的意思 反而苦大仇生起来 因为雍王之所以加风风肠为永信君 他的目的并不是对风肠有父子之情 而是为了制衡另一个儿子黑风系的风头 因为雍王心里明白 一旦某一个儿子在朝中独大 而满朝文武就会一边倒地去扶持独大之人 到时候自己大王的位置 恐怕就会被满朝文武劝退下来 所以雍王这才借此机会 加风风肠为永信君来制衡黑风系 可风肠被封为永信君一事 很快就传到了白礼士最疼爱的儿子风局的儿女 这可把风局给气坏了 毕竟在他们三兄弟之中 只有他目前没有任何封号 于是这小子眼珠一转 坏水滋一下就冒上来了 他先是让下人把这件事 禀告给自己的母亲白礼士 然后又将贴身管家喊到跟前 对他耳语一番后 便叮嘱管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计策 传信给自己的舅舅白礼警 让他一定要按照计策行事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将自己的两个哥哥 全部从军位上拉着下来 自己才能有机会争夺到柿子之位 随即管家便按照风局的吩咐去向白礼警传话 而这边得到密信的白礼警 立即就按照风局的指示 即刻就来到了风肠的府邸 殿下明日只管陪着七成娘去赏眉 其他的事殿下就不用管了 原来风局是想要借母亲的口 要挟自己的哥哥风肠 让他明日约黑风吸到后山赏花 然后自己找机会陷害黑风吸 从而将黑风吸在永平均的位置上给拉下来 而这边得到相邀的黑风吸 却立即察觉到了异常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以赏花的理由将男人框骗到酒楼 然后趁男人不备时 暗自在他的酒杯里下毒 可没有一丝防备的男人却一饮而尽 果然这招非常好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要笑在男人的体内就开始发作 等黑风吸彻底失去意识之后 男人则立即从天方里拉出一具尸体 然后摆放在黑风吸的旁边 从而伪造成凶杀现场来诬陷黑风吸 可等男人将这一切全部半土之后 迎面却正好遇到赶来的风肠 原来这一切都是白里士 脚迫封肠射下的毒计 从而来栽赃陷害黑风吸 而此时白里士的狗腿子 刚想要出门喊人进来 结果下一秒就被身后的黑风吸 给打晕在了当场 面对黑风吸疑惑的表情 风长的眼神则立即躲闪起来 可这时的黑风吸 看了看地上的尸体 立即就明白这是 针对自己设下的圈套 想到这里的风长便开始 以争夺世子为由 试图用恶语伤害到黑风吸 从而让黑风吸 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怎奈不管风长如何恶语相向 黑风吸就是不愿相信 一直疼爱自己的大哥 今天竟然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想当初就是大哥 在五八同城上找的工作 才把自己抚养成人 而如今怎么可能陷害自己 无奈的风长也只好 加大力度来伤害黑风吸 更是拿出他们不是亲兄弟来说实 让黑风吸以后不要再喊自己大哥 因为听到之后会感觉非常恶心 对于黑风吸这种重感情的人来说 这句话实属戳到了黑风吸的痛点 最终黑风吸也只好伤心地离开了此地 而待在原地的风长内心 犹如刀割一般疼痛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黑风吸来到楼下 风长却先他一步从楼上跳了下来 见此情景的三殿下风举 则立即来到跟前查看 随即便招呼人赶快传御医过来 因为在他们的计划里 根本就没有这一项 好在经过御医的诊治并无生命危险 随即风举便吩咐下人 将大哥风长赶快抬回府上医治 就这样他们一唱一鹤 便找个理由带人来到了二楼 可眼前的一幕却惊呆了掌柜的 而此时在人群的后方 却挤进来两位老者 原来死者正是百里市 强迫风长迎娶的女孩 但如今却惨死在这个房间里 理所当然被安排在这个房间里 饮酒的黑风西 就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却被自己的亲弟弟诬陷为杀人凶手 二哥 我去看大哥 二哥 还请先自证清白 实属无奈的黑风西 刚想要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说出来 可就在这时却从天方里 跑出一个疯癫的男人 当受害者家属看到满脸抓痕的男人时 直接断定自己的女儿就是被他所害 更是要当着众人的面 将男人一箭刺死 才能解心头之恨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好在一旁的掌柜及时拦住了失去理智的七国公 才避免血剑当场的惨状 而此时愣在原地的风局 却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黑风西 因为眼前的荧幕实属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原来白李一族要联手陷害黑风西的消息 早就被有预防的黑风西察觉 于是黑风西摒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直接将实施者白李景抓到了房间 然后当着死去七成娘的面 施展自己的绝技九阳白骨爪 直接将白李景的智商抓成了三岁儿童 然后再用七成娘的指甲盖 给白李景的脸上来了几下 从而伪造成犯罪现场的假象 最后又将白李景关进了片房里 所以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但这件事很快就闹到了雍王这里 此时的七国公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请求雍王为自己做主 爱情放心 这件事情 古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给你一个交代 可当等雍王表态之后 七国公就将矛头指向了一旁的黑风西 非说自己女儿的死和黑风西一定脱不了干系 更是一口咬定就是黑风西所谓 可还没等黑风西说出反驳的话 这时沉默许久的风局却立即出列 竟然奇迹般的为黑风西洗脱嫌疑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雍王怀疑到他的头上 而此时的雍王似乎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但为了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 于是他立即宣布 一切定论只要等昏迷的风长醒来 就会真相大白 此话一出满朝文武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便灰溜溜的退出了大殿 可等众人告退之后 雍王却立即询问一旁的刘公果 今天这事你觉得是谁的手臂啊 老农也说不准 原来老奸巨华的雍王 一眼就看出了这背后隐藏的毒计 那就是风局跟王后干的 他以为一石二鸟 干掉他两个哥哥 这世子之位他就能稳稳地坐上了 可就在两人分析这件案子的时候 门外却突然传来百里士的声音 一脸怒气的雍王便立即吩咐刘公果 让他赶快到门外拦住百里士 要不然今天又得不到安宁 可此时的百里士已经来到了大殿外 看这架势如果今天见不到雍王 他事不罢休 而身为奴才的刘公果 此时也不敢强行阻拦百里士的去路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母亲 他为了保住自己违法犯罪的小儿子 竟然不惜要将唯一的目击者大儿子置于死地 他现在天天喝药 如果有人在药里下毒 应该不难 那安排人动手吧 因为百里士生怕醒来的风肠 将自己胁迫于他陷害黑风系的毒计禀报给雍王 到时候恐怕他们百里一族都要被关进天牢 所以这就是他要加害于自己大儿子的原因 而此时昏迷已久的风肠在御医的多次救治下 才有幸保住了一条性命 可遗憾的是由于楼层比较高 导致风肠的双腿不幸骨折 但只要好好调养并无大碍 可得知这个诊治结果的风肠并不满意 你要对宫中的人说 我的腿伤太重了 这辈子都离不开拐杖 而风肠之所以这样要求御医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保全自己的弟弟黑风系 因为只有自己残废失去利用价值 百毒的百里士才能放过自己 从而无法利用自己对付黑风系 可此时的风肠还不知道 百里士已经派人要加害于他 可就在当天晚上 正在熟睡的风肠并不知道 一个男人正在悄然临近他的床坡 而来人正是风肠的弟弟黑风系 他这次前来就是为了答谢哥哥的救命之恩 可当他看到风肠上好家版的双腿 不由地心疼起这个可怜的哥哥 随即他便坐在床边 开始对着昏迷的风肠倾诉忠肠 大哥 我知道你陷害于我 自然是被迫 所以我会去找门烟 只是不想让大哥为难不是吗 原来黑风系早就知道风肠 是被迫才邀请的自己去赴宴 而他明知道这是一个鸿门烟 可黑风系为了不让风肠为难 但他还是冒着风险去了酒楼 这足以表明他对风肠的兄弟情深 随即黑风系便接过管家手里的药碗 就要亲自给风肠喂药 可就在他量药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药水的颜色不对 于是他立即从怀里拿出携带的银针 果不其然经过测试之后 这药里是被人动了手脚 这药里怎么会有毒啊 随即黑风系便让管家拿出玉衣开的药方 但经过仔细查看药方并无问题 谁给大哥见女友 是我附上新来的丫鬟 原来这个丫鬟正是白天 白理是送来照顾风肠的仆人 听到这里的黑风系不由得到西凉起 没想到这个白理是竟如此歹毒 随即黑风系嘱咐管家一番后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风肠的府邸 因为他要去办一件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 而黑风系前脚刚走 躺在床上的风肠却立即睁开了眼睛 原来他压根就没有睡着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黑风系 说出藏在心底的话 但风肠醒来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拥王的耳朵 随即拥王便立即出发 赶往风肠的府邸 与此同时白理是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但此时的他可着急坏了 因为他派去下药的人竟然被识破了 也就意味着他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表面上他是贤良舒德的雍州王后 可悲地里却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母亲 他为了保住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竟不惜要毒害掉自己体弱多病的儿子 大王到 好在这时得到消息的雍王及时挡过来 风肠这才有幸逃过一劫 但没想到雍王见到风肠的第一句话 并不是关心风肠的伤势 而是立即询问风肠那天在酒楼发生的命案 因为雍王想尽快求证 自己的宝贝小儿子到底有没有犯错 如果今天风肠真的指证就是小儿子所为 雍王便会立即将唯一目击者风肠灭口 从而保住自己宠医的小儿子 好在看出端倪的风肠已摔到脑袋为由 说自己并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 起初持怀疑态度的雍王还想要再次求证 可就在这时一旁的御医却立即附和道 启禀大王 永信君头内有淤险 多半有见往失忆之急 听到此话的雍王这才打消心里的怀疑 随即他只是敷衍地叮嘱风肠好好养伤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风肠的府邸 留下一脸绝望的风肠暗自伤怀 而这边回到寝宫的雍王 正在和刘公公议论风肠的时候 负责此案的张大人却突然前来求见 一番礼仪之后 他便将自己掌握的证据向雍王汇报了一番 说种种罪证都指向疯癫的百里井身上 可听到此话的雍王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随即雍王思索一番后便立即下旨 章大人临旨之后 这桩案子就此结束 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牺牲一个百里井而保全了王氏义子 但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百里氏的耳朵里 这可把百里氏给气坏了 不但搭进去了自己的亲地 而且还没有将风肠和黑风肆除掉 可是到如今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焰 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很快就临近了正旦 此时的风肠也已经恢复了许多 但他却没有任何开心的样子 因为每年这个时候 黑风肆都会准时来到他的府邸 和风肠对弈一番 可眼看今天就要过去 但依然不见黑风肆的影子 起初风肠以为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也抛弃了自己 可就在他失落的时候 仆人突然来报说黑风肆已经来到府门外 紧接着就见黑风肆满脸欢喜的 来到了风肠的跟前 可此时的风肠却一脸愁容的 不敢直视黑风肆 见此情景的管家便立即回房去拿棋盘 而此时的黑风肆刚想要上前 和大哥畅谈一番 但没想到风肠却一反常态 非要将黑风肆赶出自己的府邸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倒霉的男人 他只是早饭之后出来溜达一会儿 没想到竟被陌生人泼了一身黑狗血 不知索然的黑风肆本想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但此时他却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黑狗血 而里面更是掺杂了某种难闻的药物 一脸怒气的黑风肆本想问罪于男人 可此时他却发现看热闹的百姓越来越多 实属无奈的黑风肆也只好回府重新换套衣服 但这时服饰的丫鬟却提醒黑风肆 沾了黑狗血按规矩近几天不能出门 听到此话的黑风肆并没有将丫鬟的话放在心上 随即他便将思念已久的白风肆约了出来 并且把自己预袭的事情向白风肆讲述了一遍 可当白风肆得知堂堂的雍州二殿下 竟被人泼了一身黑狗血 他先是嘲笑了一番黑风肆 随即便强拉着黑风肆来到一个烧烤摊 并且一脸严肃的告诉黑风肆只要吃顿烧烤 就可以化解这次的霉运 这时的黑风肆才算明白过来 他这哪里是为了给自己驱除霉运 分明是他自己嘴馋 把自己骗过来为他买单而已 更可气的是他还一脸正惊的胡说八道 这时的黑风肆有心要离开座位 但却被白风肆直接按在了凳子上 紧接着又是一顿啰嗦 眼看黑风肆就要破防 好在这时店老板将热气腾腾的烤串端了上来 这什么 紧接着白风肆拿起一串掌中饱 就开始品尝起来 而且边咀嚼边连连夸赞这真是人间美味 看到这里的黑风肆有心想品尝一下 但碍于刚才的嘴硬实属放不下面子 见此情景的白风肆便直接拿起一串递了过去 但这时的黑风肆还在强装镇定的连连拒绝 可怎耐实在架不住这香味扑鼻的诱 于是便勉为其难地接过了烤串 可当他放进嘴里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雍州的地界又多了一位撸串达人 这味道也不过如此 听到此话的白风肆便立即将所有的烤串端到了自己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黑风肆可不干了 便不顾自己的身份又抢了过去 作为吃货界的扛把子白风肆 怎么可能轻易地把美味让给他人 就这样号称天下第一的两位大侠 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当众抢搁烤串 他们这顿饭一直吃到傍晚才结束战斗 随即白风肆又来到一处包子铺 老板 溜过柴的 此话一出好玄没把黑风肆下晕在当场 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胃口竟然如此之大 可就在两人闲聊时 白风肆却突然发现不远处走来几人 随即她便让黑风肆赶快躲起来 一脸猛的黑风肆也只好听从白风肆的安排躲在了不远处 原来来人正是白风肆的师兄弟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女人 她为了隐瞒和异性约会的真相 竟不顾自己大师姐的身份 要用最离谱的谎言来欺骗几个小师弟 可就在白风肆胡编乱的时候 这时的小师妹却突然发现了藏在石柱后方的黑风肆 她瞬间就明白了大师姐的用意 随即她便找个理由 带着两个师兄赶快离开了当场 等三人走远之后 黑风肆这才一脸不悦的从石柱后方走了出来 听到此话的白风肆有心想要向黑风肆解释清楚 可怎奈得理不饶人的黑风肆 非让白风肆说些好听的安慰一下她幼小的心灵 实属不好意思的白风肆 随即便一脸羞涩地逃离了当场 而留在原地的黑风肆却一脸坏笑起来 就这样美好的一天匆匆过去 可这天早晨白风肆带领门中师兄弟 正在给平民百姓施舍米州的时候 却突然走来一批怒气冲冲的官兵 直接将排队的百姓给轰到了一旁 见此情景的白风肆刚想要上前说到一番 但却被身后的师父给叫停在了原地 随即师父向官差自报名号之后 便将施舍米州的事情向官差讲述了一遍 起初师父本以为说明缘由之后 官差就不会再为难他们 但没想到官差接下来的话 却让人有种想要揍他的冲动 你要施舍对不对 你要施舍便会有平民在此聚集 人员聚集又都是些穷鬼 你要施舍也行啊 先交宝贝金 一百盐盐 听到此话的白风肆真想上去给他两巴掌 他这哪里是为了社会治安着想 分明是想借此机会索要好处费 看白风肆等人拿不出营业 官差就要命手下将人全部带走 可就在这世人群的后方却走来一人 而来人正是黑风肆的贴身是从中理 当官差看到金牌之后 便立即点头哈腰的说自己有眼无珠 无意冒犯了各位英雄 还不快滚 是是 小子这就滚 这就滚 随即官差便带领手下 在百姓的唏嘘中灰溜溜地逃离了当场 等一切恢复正常之后 白风肆才知道帮自己解决麻烦的人 却是躲在暗中观察的黑风肆 随即几人彼此客气一番后 黑风肆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开始给百姓施舍米州 但此时的黑风白肆并不知道 在雍州的某个庭院里 双眼漆黑的玉无缘 正在和他们郁家的世代诅咒做抗衡 但可惜的是尽管他武功如此之高 可还是抵不过诅咒的威力 也只能依靠药丸的一点功效来赞保性命 此时的玉无缘深知自己命不久矣 如果想要逆天改命 只有得到兰英碧月功法 因为这是目前唯一能彻底根除诅咒的办法 从而一颗邪恶的种子 正在玉无缘的内心萌芽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阴险毒辣的男人 他为了解除世代缠身的诅咒 竟不顾自己天下第一公子的称号 将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打晕在当场 然后再把一个神秘药丸塞进了女人的嘴巴里 可到了第二天 黑风希却突然收到侍从的禀报 听到这里的黑风希 便第一时间来到凤上书的府邸 可此时的凤上书却已经昏迷不醒 但经过黑风希的诊治 却发现凤上书中了一种很奇特的毒 导致他体内阴阳颠倒五行错乱 如果想要为凤上书解毒 就必须要有纯英之力福祖 才能保凤上书万无一失 随即黑风希嘱咐仆人一番后 便立即来到白风希的住处 将事情的经过向白风希讲述了一番 爽快的白风希 立即就要前往凤家府邸 可此时却被黑风希给拉住了手臂 他曾经爱慕于我 爱慕于你 这跟救人有什么关系 听到此话的黑风希 才知道是自己多虑了 转眼两人就来到凤上书的府邸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施展各自的绝学 开始为凤上书驱除体内的毒素 好在经过两人齐心协力的救治下 凤上书体内的毒素暂时被压制住 可由于凤上书属于昏迷状态 无法将毒素排除体外 所以必须要有人牵引而出 听到这里的白风希便不加思索 直接利用所学的细心大法 将全部毒素吸到了自己的手臂上 然后趁毒素不注意时 再立即甩在窗户上 但尽管速度如此之快 少许毒素还是残留在了白风希的体内 但庆幸的是白风希有碧月神功护体 只要休养一阵就可以完全康复 随即白风希便不顾自身的安危 立即检查凤上书的身体状况 还好毒素已经全部去除 给凤上书盖好被子之后 随即两人来到茶房打算先休息一番 可此时的黑风希却突然问道 我问你 你记得他这时 心中就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我应该有点什么想法 听到此话的黑风希好学 没也死在当场 我以为你至少会吃醋 你也说的是曾经 我又何必在意 难道你还想让我吃醋不成 就这样两人斗气地僵持了几分钟后 实在忍不了的白风希 便开始怒问黑风希到底想干嘛 本不想服软的黑风希 当看到白风希生气的样子 下一刻直接秒变小绵羊 好在聪慧的他立即就转移了话题 这才将白风希从火焰山拉了回来 随即他们便对凤尚书中毒之事探讨起来 两人同时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从表面上看是想要毒害凤尚书 可实则却是针对两人的蓝音碧月功法 因为能解此毒的方法 恰巧是他们二人所学的蓝音碧月 可此时的黑风白希并不知道 在背后谋划着一切的正式欲无缘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 可一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黑袍使者 就这样之前直入奉上书体内的神秘药丸 再次被欲无缘给摄取到了手里 随即欲无缘便回到自己的府邸 开始修炼被药丸吸取的蓝音碧月功法 从而利用功法来压制缠绕自己多年的血咒 随着他一掌推出 周边的杂物便立即四散飘飞起来 而此时欲无缘的眼睛 由刚才的漆黑也随之变回了正常颜色 但也就意味着欲无缘身上携带的血咒 在强大的蓝音碧月功法面前 暂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 恭喜小主 这蓝音碧月只能暂时抑制血症 若想彻底解决他 还得掌控玄机令才行啊 这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欲无缘 便开始了他狼子野心的计划 他首先找到三殿下风举 试图利用风举争夺世子之位的野心 要将整个雍州给搅到天翻地覆 然后再找机会将黑风白系一并除掉 从而实现他一统江山的野心 而此时的黑风白系经过救治凤尚书一世 两人的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可现在令黑风系苦恼的是 自从白风系和凤尚书相识之后 两人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也正因此每当他们在一起闲谈时 守在一旁的黑风系却插不上半句话 两人更是把他当作空气一般对待 就连上街也不再喊上黑风系一起 实属无奈的黑风系也只能放下自己的身份 偷默地跟在两人的后方试图溜戴一会儿 可此时的两人却已经戴上鬼脸娃娃 掺杂在了人群之中 这时的黑风系有心加入他们的舞蹈 可怎奈没有鬼脸娃娃不允许入场 但就在黑风系着急的时候 贴身是从钟离却来到了现场 公子既然来了 为何还要偷偷跟在后面 已经说过不来了 此时又突然出现 难道我们不要面子吗 听到这里的钟离便拿出藏在身后的面具 解了黑风系的燃眉之虚 随即黑风系便戴上面具 大摇大摆加入了他们的舞蹈 但就在他寻找白风系的时候 却被身后的一个女子拍了一下肩膀 公子 可愿意与我一起共舞 想与我共舞 那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就这样两人心照不宣地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而此时的黑风白熙则借此机会 想要套出自己在彼此心里的位置 可还没等他们说上几句话 却被一旁的凤尚书给直接打断 见此情景的黑风系则立即离开了当场 因为他生怕被凤尚书识出自己的身份 就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在欢道中匆匆而过 可到了第二天 白风系和凤尚书正在用早饭的时候 黑风系却不请自来 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凳子上 拿起勺子就加入了干饭行列 你吼我 你刚才是吼我吗 其实我做错了自己 你怎么能吼我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面子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不讲道理的女人 明明是她自己没有按时赴约 导致男人在两人约定的地点白等了一天 但为了不被正在气头上的男人责骂 你还竟然利用先发制人的招数 试图先将男人给震慑住 好好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知道错了 果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经过白风系的一顿雷烟火炮之后 黑风系内心燃烧的火苗被彻底浇灭 但就在两人刚要向彼此道歉的时候 远处的天空却突然炸开了烟花 此时此景真可谓是来的恰到好处 而这时的黑风系则借此机会 缓缓将手搭在了白风系的肩膀上 可察觉的白风系非但没有任何抗拒的意思 反而一脸深情地看向黑风系 可就在黑风系沉浸在这美妙的时刻时 白风系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她彻底破防 这该不会是哪个公子哥 陈情用的吧 这种画本里的烂套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 成不了 指定是成不了 真是 听到此话的黑风系好 悬眉气晕在当场 下一秒就松开了搂着白风系的手臂 然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猛的白风系待在了原地 这时的她看看地上摆放有序的花盆 才知道自己口中的公子哥正是黑风系 同时也明白了黑风系生气的原因 可到了第二天 白风系则把这件事告诉了好闺蜜凤尚书 试图在凤尚书这里得到确切答案 可当凤尚书得知前因后果之后 并没有给她任何明确的答复 而是让白风系自己去向黑风系问个清楚 但此时的白风系还不知道 她的住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而这位不速之客正是黑风系的老师任都督 她这次前来找到白风系的师傅 就是要搅黄黑风白系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就是白风系的出现 才导致黑风系无心在争夺世子之位 所以她这次找到白风系的师傅 就是想利用门不当户不对的理由 劝说白老英雄约束一下自己的徒弟 让白风系以后不要再与黑风系来往 可明事里的白老英雄 怎么可能答应她这个无理的要求 当场就蜿蜒谢绝了任都督的请求 可吃瘪的任都督却没有就此罢休 随后她又找到黑风系 将刚才对白老英雄说的一番话 又向黑风系讲述了一遍 更是透露出自己已经找过白老英雄谈过此事 听到这里的黑风系简直气炸了 听到此话的任都督则一言不发地趴在了地上 但这一幕却把一旁的丫鬟吓坏了 可丫鬟紧张的表情却正好被黑风系察觉 随即黑风系便来到老师的跟前 恭敬地将老师搀扶起来 然后询问她是不是听信了谁的谗言 可还没等老师做出回答 一旁的丫鬟却瘫软在了地上 见此情景的黑风系便立即让老师暂且退下 可奴婢真的是为了殿下好 这才都得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的解释 你所做的一切已经够得上叛主二字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有心机的丫鬟 他为了得到自家主子的垂帘 竟然不掂量一下自己奴仆的身份 在暗地里怂恿他人 试图搅黄主子刚有一点进展的感情 从而他好于翁得利才有机会上位 可他背地里所做的一切 还是被警觉的黑风系察觉 实属无奈的黑风系也只能按照家规 将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丫鬟赶出了家门 但好在黑风系给予了他大量钱财 来弥补这些年丫鬟的兢兢业业 等黑风系把这件事处理完毕之后 他则立即找到白风系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白风系解释了一遍 好在洒脱的白风系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尝出了一口气的黑风系 刚想要与白风系一起欣赏今晚的灯会 可就在这时黑风系的贴身示威 却一脸慌张地找了过来 随即朝着黑风系一番耳语之后 黑风系的表情也立即紧张起来 可这时的白风系也看出了黑风系有要事处理 于是大度的让黑风系尽管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不用管自己 就这样两人辞别之后 黑风系则一溜烟来到雍王的议事大厅 一番礼仪之后 雍王这才说出急召他回来的原因 原来由于近日雨水的增多 导致塞外的梁城泄洪不及 可能有洪涝的威胁 但为了以防万一 所以要派朝中一位信得过的人前去救灾 就这样黑风系领旨之后 第二天便带领雍王口中的精兵前往梁城 可这时的贴身侍从钟离却发现了端倪 听到此话的黑风系只是淡淡的一笑 随即便向钟离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这个雍王生性多疑 如果这次给黑风系太多精兵 他担心黑风系在梁城拥兵自重 到时候自己大王的位置恐怕不高 所以这才故意将一些匹兵派给黑风系 因为这些匹兵根本就不会听从 一个比自己还弱的人的命令 但尽管雍王如此狡猾奸诈 可他还是疏忽了黑风系的能力 但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 而说话之人正是白风系 这实属给了黑风系一个天大的惊喜 你怎么来了 我才让钟离告知你好快的行程 许你不辞而别 不许我在后面偷偷跟着 你是为我而来 不是 就这样两人平嘴一番后 便一起踏上了去往梁城的路 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多远 好端端的天气却突然惊雷乍响 下一秒调泼大雨就倾泻而下 本就难走的道路经过雨水的冲刷 变得更加泥泞起来 起初这些匹兵还算安分守己 遵从黑风系的命令继续前行 可人多的地方总有一些闲眼包 说些丧气的话来蛊惑军心 更是带头撂摊子坐在地上不再前行 表面上她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可一旦自己的心上人遇到威胁 她就会立即化身为绝世高手 结果这惊涛骇浪的山体崩塌 在女孩的面前就这样被轻易地化解掉 可也正是因为经过这次事故之后 当初不服气黑风系的几位将士 现在也完全被黑风系舍己救人的精神给打动 可就在他们豪言壮语的时候 黑风系的贴身侍卫 却按照黑风系的吩咐 拿来的酒肉来犒劳出生入死的众将士 得知有酒有肉的众人立即欢呼起来 就这样黑风系只此一招不但收满了人心 更是为自己集结了第一批轻卫军 而黑风系这边则因为给众人披衫开刀 不慎伤到了手掌 但好在有白风系位置擦拭要高 他不但没有任何疼痛的模样 反而一脸幸福的表情 就这样两人边聊边包扎伤口 直到深夜才将小小的伤口处理完毕 可这时的黑风系却要到营帐外与众将士们共眠 但下一秒就被白风系喊停在了原地 随即白风系便找个理由 非让黑风系留在营帐内休息 还说露天休息伤口容易感染 听到此话的黑风系看看自己的手掌 便一脸坏笑地答应下来 可刚等他要到床榻上休息的时候 此时的白风系却先他一步坐在了床榻上 嘴里还不停地警告黑风系不许靠近半步 实属无奈的黑风系 也只好来到一旁的书案处休息一晚 这时的黑风希望着眼前这个让他爱到骨髓的女孩 脸上不由地露出幸福的笑容 就这样两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可到了第二天一早 众将士刚集结好准备操练的时候 却从山峰的另一侧飞来一大批飞乌鸦 顷刻间就布满了众人的头顶 起初众人以为这些鸟只是恰巧经过这里 可随着一只乌鸦落在军旗上 他们才知道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随即就有士兵开始胡编乱造猜测起来 这无异于是霍乱军心 见此情景的侍卫便吩咐小弟赶快去禀报黑风系 可这时的黑风系也听到了外面的喧哗声 但还没等他出去查看 侍卫就已经来到了帐内 随即便将外面的事情向黑风系讲述了一遍 可还没等黑风系做出回答 一旁的白风系却抢先一步 说有乌鸦前来也并非坏事 随即他便开始举例说明 说陈胜吴广有余副藏书 刘邦更是长了白蛇 如今这乌鸦正是黑风系立威的好机会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贵家公子 可一旦有外侵者突袭自己带领的军队 他就会立即暴露自己隐藏多年的大侠身份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乌鸦振华 在黑风系的面前却不堪一击 而此时的黑风系也借此机会 开始在重将士面前立威 从今以后而等 就定名为沐鱼记 往诸位随我征战各处 围阵世间天下文明 听到此话的众人便立即随同黑风系附和起来 就这样黑风系的第一支军队就此成立 而此时一旁的白风系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这正是他给黑风系出的良策 此计策一出不但破解了乌鸦阵法 更是将这些本部属于自己的士兵 经此一举全部收在麾下 但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百里外的梁城 而得到禀报的梁城之主渔民 便立即召开了会议 因为老奸巨华的渔民心里明白 庸王这次派黑风系前来梁城 明面上是来解决洪涝的事情 可实则是想将自己手里的兵权夺回 果不其然庸王的目的全被渔民猜中 而庸王之所以这样做 因为渔民虽说属于雍州臣子 可由于他世代家族镇守在梁城 早就被着庸王拥兵自重 保不准哪一天就会造反攻打雍州城 所以庸王这才借着修缮堤坝的理由 让黑风系找机会将渔民除掉 拿回紧握在他手里的兵权 可就在渔民和重将士探讨对策的时候 门外的守卫却突然来报 说黑风系已经带领人马来到城门外 听到此话的渔民便立即招呼文称武将 一起来到了城门外迎接黑风系 可当渔民等人看到黑风系的队伍时 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据探子禀报黑风系带来的是五百精兵 可现在一看明明就是一些老弱病残普城的队伍 但此时的渔民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黑风系的障眼法所蒙蔽 说时时内是快 黑风系的人马已经来到了跟前 可不管渔民怎么增悟这支队伍 但表面上的礼仪还是要说得过去 可当渔民身失忆理之后 马车内的黑风系并没有出来相见 而此时的渔民并没有多想 只是询问带队的票计将军川云 为何殿下出门时带领了五百人马 如今只剩下这些老弱病残 刚出发的时候的确有这么多人马 后来路上遇到了山洪 死的死伤的伤 现在只剩下这么多人 听到这里的渔民暗自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这些谨剩的人马不可能掀起风浪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是以怕惊扰百姓为由 将谨剩不多的强壮士兵 拦截在了城外驻扎 殊不知自己已经大获临头 表面上他是武功盖世的江湖大侠 可一旦遇到当地的官员前来拜见 他就会立即装成病入膏肓的样子 躺在椅子上 主上既然领殿下出征 梁城的军服官印 今日奉与殿下 原来梁城之主渔民突然前来造讽 表面上他是要将自己的官印交付给黑风熙 可实则他是想要利用此意 来试探黑风熙这次来梁城的目的 如果一旦黑风熙今天真的接下此意 渔民则会立即吩咐刀斧手 将黑风熙等人全部斩杀在梁城内 可早有预防的黑风熙 却以自己身体不加为由 直接蜿蜒拒绝了渔民的请求 而没得到任何试探结果的渔民 便也不好在此多做停留 随即向黑风熙辞别之后 直接就退出了黑风熙在梁城暂居的住宿 对了 而这时的黑风熙看着渔民离去的背影 则立即变换了神情 随即一旁的钟离却说道 听到这里的黑风熙便立即吩咐钟离 让他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查清梁城的布防 因为只有摸清楚梁城各处的布防 他们才有机会将渔民等人一网打尽 而这边回到自己府邸的渔民 却立即召开了会议 因为老奸巨华的他总感觉黑风熙在伴住吃老虎 在他眼里黑风熙越是示弱 他就感觉其中的阴谋越是难以琢磨 可他派去雍州打探黑风熙底系的人 却又说黑风熙就是一个人见人捏的软柿子 更是被百里石压迫的抬不起头 所以他这才向雍王请命来到梁城 而等渔民看过探子的来信之后 便劝渔民无需将黑风熙放在心上 毕竟他这次前来梁城所带的人马 已经全部被拦截在了城外 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梁城占为己有 但尽管如此 狡猾的渔民还是想出了一个置黑风熙于死地的毒计 咱们这位殿下不是号称十元两城吗 那咱们就以振奋军心之名设宴 他总不能不来吧 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黑风熙这边已经寻到了城防图纸 正在和白风熙等人商议对付渔民的计策 可此时的川宇却告诉黑风熙 被渔民拦截在城外的沐渔记 已经乔装改办成百姓混入了城内 随时听从黑风熙的调解 得知这个消息的黑风熙立即就有了对策 但现在只需要一个动手的时机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渔民等人彻底铲除 可就在这时渔民恰巧派人送来了口信 邀请黑风熙今夜到他府内参加宴会 以表对黑风熙持缘良诚的答谢之恩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以设宴的理由将男人匡骗到自己的府底 然后趁男人不备时 再把事先准备好的毒酒给男人买上 可没有一丝防备的男人却一饮而尽 我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药效在男人的体内就开始发作 殿下 殿下 等黑风熙彻底失去意识之后 渔民只是一个眼神 埋伏好的刀斧手立即就向黑风熙冲杀了上去 可还没等众人靠近黑风熙 房间内的灯光竟突然全部熄灭 与此同时潜伏在门外的墨语记 直接拔出利刃就朝屋内杀了进来 眨眼间就将屋内的文称武将全部控制住 而此时的渔民则被白风熙给吓得不敢动弹 等一切全部在墨语记的掌控之后 黑风熙则怒气冲冲地来到渔民的跟前 随即便拿起桌子上的酒壶 用阴冷的眼神盯着渔民 可面对于渔民疑惑的表情 黑风熙这才将没中毒的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在毒酒刚入他喉咙的时候 黑风熙就利用身后的内力将其逼了出来 可等黑风熙话音刚落 川宇却前来禀报 西炳殿下 墨语记已经攻占城方处 其余守军也全部缴械了 听到此话的渔民还想要用条件交换自己的姓名 可对于这种鱼肉百姓的人渣 黑风熙怎么可能轻易地饶恕于他 下一秒白风熙就将这个欺压百姓的败类斩杀在了当场 见此情景的文臣武将 便立即下跪请求黑风熙饶过自己 并一口同声地说愿为黑风熙干脑徒弟 就这样黑风熙仅此一招就将难砍的梁城收在麾下 可还没等黑风熙他们休整一番 前线的探子突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原来一直驻守在梁城之外的青州人马 择日就会攻打梁城 得知这个消息的黑风熙却忧心浅 因为兴系百姓的他 并不想与青州大动干戈 如果能与青州沿河才是造福百姓 想到这里的黑风熙便吩咐中离 立即写信给这次带兵的青州世子 如果两州能达成一致当然最好 可青州执意要与梁城开战 那也只能与其兵戎相见 但与此同时青州军营这边 此次带兵的青州世子风血月 正在和文臣武将商议攻打梁城的对策 而青州之所以不远万里攻打梁城 都是因为年后的第一次潮水即将到来 可之前坐镇梁城的渔民 却恶意将泄洪的水坝口对准青州递解 而青州曾多次派人到梁城相劝渔民 可怎奈婚庸的渔民并不听劝 实属无奈的青州也只好带领军队 给梁城施压 可就在他们商议对策的时候 却从屏风后走来一人 信元 你怎么派了 拜见公主殿下 表面上她只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女侠客 可真实的身份则是贵为一国的公主殿下 但如今为了让剑拔弩张的两国免于战争 她竟不惜暴露自己隐藏多年的公主身份 来到大哥的军营劝说两国言和 这一次来找大哥是来求和的 求和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渔民已经死了 现在接管梁城的是雍州风兰西 听到这里的大哥却陷入了沉思 没想到如今坐镇梁城的 竟是四大公子之一的黑风兮 因为他心里清楚黑风兮的厉害之处 如果自己真和他开战 还真没有胜他的把握 但好在今日自己的小妹代表黑风兮前来求和 他也借此机会正好找到台阶秀于这场战争 好 明日我便派出使者前去两城 听到这里的白风兮 没想到此次前来求和竟如此顺利 看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随即他就要和大哥辞别离开 可这时的大哥却告诉白风兮 自己的营帐有珍藏已久的佳酿 邀请白风兮留下来痛饮一杯 而此时的白风兮秉着有酒不喝非好汉的原则 立即就喜笑颜开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兄妹两人把酒言欢 先是聊到了家国大事 然后又聊到父王的身体状况 最后大哥话风一转变开起了白风兮的玩笑 本以为明日是两周和谈 没想到原来竟成了两家初见之事 我倒要看看这个风兮兮 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媚婿 听到此话的白风兮 立即用喝酒的假象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 就这样兄妹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聊到深夜才回到各自的营帐休息 可到了第二天一早 等白风兮回到梁城自己的住处 却突然发现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饭 烧愣片刻之后 他就要坐下来饱餐一顿 可刚等他拿起筷子 却被走来的黑风兮叫停在了原地 你竟然一夜未归 听到此话的白风兮犹如犯错的孩子 不敢直视黑风兮 随即他就要向黑风兮解释清楚 但下一秒却被黑风兮狠狠地握住手腕 更是一脸不悦地死盯着白风兮 但尽管这样 白风兮还是没有任何生气 因为他知道自己彻夜未归 让黑风兮为自己担心了一宿 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后 黑风兮似乎想到了什么 下一秒就将紧握的手臂松开 态度更是180度大转弯 随即便招呼白风兮赶快坐下 然后就是一顿嘘寒问暖 这可把白风兮给整不会了 一脸猛地看着黑风兮喋喋不休的嘴巴 紧接着黑风兮就将各种点心 拿到白风兮的跟前 他这反常的状态属是吓坏了白风兮 完全不适应的白风兮 马上以头晕的理由就要进房休息 但却被黑风兮直接拦住了去路 紧接着又是一顿莫名其妙的话语 你的心思我都懂 你在乎的是青州的风兮运 他竟然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想到这里的白风兮有心向黑风兮解释清楚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 黑风兮却抢先一步说这是咱们的秘密 以后绝对不会再提 更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说着黑风兮就将自己的嘴巴慢慢靠近了白风兮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殿下 这时的黑风兮真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殿下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憋屈的男人 眼看自己就要和心爱之人修成证 但没想到却被突如而来的手下给打乱 殿下 青州军营派来信使前来传信 传信 写月世子想与殿下和谈 时间定在明日 到时候写月世子将会亲自前来 听到此话的黑风兮 便立即吩咐中黎兆集所有人到天庭议事 而得到通知的文臣武将 随即全部来到了议事大厅 针对青州世子风血月前来梁城和谈一事 便立即展开了讨论 而文官给出的对策 则是答应青州提出的一切要求 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青州攻打梁城 美其明月这样做是为了百姓着想 可施则是怕自己的乌纱帽因战争而丢掉 听到此话的武将却气得两眼直翻翻 随即武将却给出了恰巧相反的对策 那就是只要青州敢提出过分的要求 我们就应该直接拒绝 然后带领一队人马杀到青州的军营 活捉青州世子风血月 然后一举南下指导青州城 将青州彻底击垮占为己有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甚是欣慰 但为了保全文官的脸面 他也只好将自己的对策说了出来 第一条则是如果青州真是来求和 梁城就拿出诚意与他好好谈谈 若能谈成梁城百姓也可免遭战乱 第二则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于是黑风西立即吩咐两个侍卫 让他们率领墨宇即阵守城门 以防青州军队突袭梁城 然后再派一队人马 暗中埋伏在都护府周围 若是青州世子真敢忘过 便直接将他扣在府内候审 等两人领命之后 文臣武将也不敢再多言半句 全部附和到一切听从殿下的安排 就这样黑风西只此一招 不但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而且也借此机会来震慑梁城的官员 等一切全部安排妥当之后 黑风西则来到白风西的住处 想要继续白天没完成的事情 可此时的白风西却一脸愁容的模样 因为自己隐藏多年的公主身份 竟然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黑风西得知了真相 可当他刚要向黑风西解释清楚的时候 却又被黑风西给抢先一步打乱 我知道你吃醋了 听到这里的白风西既经又洗 原来黑风西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而白天两人的那些对话 只是黑风西自认为白风西吃风西云的醋 才导致白风西彻夜未归 所以黑风西这才说出 以后绝不在白风西的面前提起他女孩的名字 真的原谅我了 真的原谅你了 当得知白风西真的原谅了自己 黑风西立即开心的向着孩子 向白风西辞别之后便一脸喜悦的离开了房间 而此时的白风西更是笑得前胸贴后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 他每次骗人之前都会装成傻白甜 可一旦等对方掉入自己的语言圈套 他却立即变化了神情 难道是为了见喜悦 没错 听说他治症有方 深受青州百姓们的爱戴 这样一代贤民 我自然也心向往之 可就在两人刚要斗嘴一番的时候 黑风西的贴身侍卫却慌张地前来禀报 原来他们要等的青州世子已经来到府门外 听到这里的黑风白系便立即站好位置 迎接这次前来言和的风血月 可当黑风西看到白风西如此期待的模样 便立即示意他往后面站 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但就在两人互不相让的时候 门外的守卫却喊道 血月世子到 紧接着黑风西就率领众人迎接了上去 而风血月却孤身一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风血月的第一眼镜看向了白风西 但这一幕正好被一旁的黑风西看在眼里 随即黑风西便立即打断两人身世意理 等风血月还礼之后 便又把目光落在了一旁的白风西身上 而见此情景的黑风西便立即上前一步 站在了两人的中间 从而挡住两人眉蓝眼去 随即他便邀请风血月到一旁详谈 等风血月按照指引否过去之后 黑风西却一把拉住了正要跟过去的白风西 女官就要有女官的样子 我要穿帮 一会站到我身边 话落黑风西便一脸震惊地走了过去 就这样两国的世子落座之后 便开始了今天的正式 随即黑风西就将自己绘制的水坝图纸 拿给风血月查看 可当风血月仔细查看图纸之后 却被黑风西的智慧给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这么复杂的工程图 竟出自贵为一国的二殿下手里 但尽管如此 风血月还是不放心地询问起黑风西 说如此麻烦的工程 怎么能保证在春训之前 将水坝全部修建完成 听到此话的黑风西立即回答道 若无战乱之由 梁城撤下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士兵 百姓 齐心合力 不分昼夜 可在春训前完成水坝 得知谢红仪式能彻底解决之后 风血月便立即向黑风西保证 等自己回去之后就会立即撤军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便一脸得意地 看向后方的白风西 可刚等他回过头 却又发现风血月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白风西 这次黑风西实在忍不了了 就这样在黑风西的一顿安排下 钟离便先带着风血月到偏房暂且休息 而留在原地的他则一脸不悦地看向白风西 随即他便邀请白风西到街上走走 可下一秒就被白风西给直接拒绝 更是没有给他多言一句的机会 直接丢下黑风西向自己的房间走了过去 留下一脸醋意的黑风西待在了原地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不靠谱的女人 他为了试探心爱之人是否真的在乎自己 竟然伙同自己的哥哥一起来诓骗男人 是想看看这风蓝西对你到底如何 于是就在谈话间我有意无意地看向你 这一切他都注意到 这就说明他真的喜欢你 听到这里的白风西内心忍不住地窃息起来 可就在兄妹两人谈论黑风西的时候 门外的守卫却突然喊道 永平君到 听到通报的白风西很是惊讶 没想到在这个时间点 黑风西竟突然来到大哥的住处 但为了不被黑风西察觉两人的关系 白风西则立即起身到偏方躲了起来 很快一脸不悦的黑风西便来到了大厅 等风血月礼毕之后 黑风西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日一世之时 西感觉世子的眼光总是停留在我那女官身上 听到此话的风血月好学没乐出来 原来黑风西之所以怒气冲冲地找到风血月 她是想要警告风血月不要打败风西的主意 否则就让风血月回不了青州军营 听到这里的风血月 便有一挑逗一下这个未来的妹 随即便故意地说她与白风西情投意合 希望黑风西能成全他们两人 此时再看黑风西的表情 气得好学没当场施展绝技给风血月一巴掌 随即她强压着怒火就要甩袖离开 但下一秒却被风血月喊停在了原地 这时的风血月看火后也差不多了 便立即改变了话术 说自己的妹妹风西云 众所周知天下无双 世间男子都想看她一眼 如果这两人让殿下选择 难道殿下的眼里还只有白风西吗 在我心里 她独一无二 看目的已经达成 风血月立即变了一副态度 说自己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希望黑风西不要放在心上 紧接着风血月深失意理 黑风西这才一脸猛地离开了风血月的住处 而这时藏在偏房的白风西 却一脸满意地走不出来 就这样兄妹两人对视一笑 白风西则立即后脚跟了上去 留下一脸欣慰的大哥待在了原地 随即白风西便追上正在赶回府内的黑风西 霍天荒地邀请黑风西和她一起到处逛逛 可此时的黑风西却假装高冷起来 你有事便拒绝 没事便来找本军 本军岂不是很明面子 这样说起来的话 的确是很明面子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先回去了 哎等等 随即她又一脸正惊地给自己找个台阶 说既然你开口求了本军 那本军就勉为其难地陪你逛逛 随即黑风西回头一个眼神 把唯一的电灯炮钟离先给瞪回了府内 就这样情投意合的两人 便开始在这热闹的大街上闲逛起来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好骗的女孩 下雨天明明能买到两把雨伞 而男人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 就把懵懂无知的女孩骗到了自己的后背上 就这样两人以撒狗粮的方式 向自己的府邸走了过去 等雨过天晴之后 青州世子果真兑现自己的承诺 立即下令将驻扎在梁城外的军队 撤出了雍州地界 见此情景的黑风西 朝着风血月深施一礼后 便承诺风血月择日就会动工修缮水坝 就这样两人辞别之后 黑风西回到府内就开始了水坝的前提工作 可此时他却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不管工钱出的再多 百姓们就是不愿参加修缮水坝的工作 经询问梁城的老陈这才得知 原来当初渔民在位时 经常客扣百姓的工钱 每当百姓到官府讨要时 渔民就会命手下将百姓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再将百姓赶出府门 所以这才导致百姓不再相信官府的承诺 更是没人再愿意参加官府的工程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很是脑 可怎在目前又没有好的办法 让百姓重新相信官府 从而加入修缮水坝的工作中来 和文臣武将讨论无果后 黑风西便让他们先行回去 自己却陷入了沉思 但就在这时白风西却拿着几块点心找过来 当看到黑风西一脸愁容的模样时 却立即询问黑风西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这里的白风西更加着急起来 最终在他的一再要求下 黑风西才把事情的原因说了一遍 而黑风西之所以这么着急修缮水坝 都是因为在春训之前 如果不将水坝修缮完毕 自己对青州的承诺将无法兑现 到时候不但青州会再次讨伐良城 自己更是无法向父王交代 得知了前因后果的白风西 便立即给黑风西出了一个计策 那就是把渔民之前恪扣百姓的营养 通过特殊的方式归还于百姓 而这个特殊的方式 就是将银两事先埋在要挖掘的堤坝处 等明日开工的时候 百姓就会按照计划将土壤里的银钱挖掘出来 这样不但会使百姓卖力干活 而且更能借助百姓之口 将挖到银币的事情传播出去 而得到消息的百姓 则会立即报名参加修缮水坝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立即就喜笑颜开起来 没想到愁坏自己的事情 在白风西这里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 表面上她只是一个手无腹鸡之力的小姑娘 可一旦自己拥护的百姓遇到威胁 她就会立即化身为绝世高手 结果这个号称天下第一众的巨石 在白风西的面前就这样被轻易地捏到堤坝处 就这样需要一个月的修缮工程 在黑风白西的介入下 也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全部完工 等一切全部安排妥当之后 黑风西回到府内又立即召开了会议 而这次会议的主题 则是要增加墨雨季的人数 因为仅凭手里的这些人马 目前还不足以护良城的百姓周全 而现在想要增加墨雨季的人数 最好的办法就是赵安周围的山匪 然后加以驯化 从而让他们加入墨雨季的队伍 在保护百姓的同时 日后也可以为自己所用 当然这么艰巨的任务 肯定要交给最信任的两个侍卫去完成 此行的目的为赵安 若是碰到那些心怀叵测 最大恶极的就地正法便是 等众人领命之后便立即行动起来 把这件事处理完毕之后 黑风西则问钟离白风西现在何处 风姑娘一早便离开了都护府 说是去镇上行医了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瞬间就来的兴致 没想到白风西竟然还懂医术 随即她便带着钟离向镇上赶去 与此同时白风西这边正如钟离所说 她正在免费给百姓们诊治病情 可尽管她的医术在高明 但还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城内根本无处抓药 就连最基础的感冒发烧药都没地方寻的 因为城内那几家紧剩的药房 也不知怎么全部紧闭他们 不再销售任何草药 可就在白风西束手无策的时候 黑风西正好赶了过来 百姓们见状立即上前失礼 等她将众人搀扶起来之后 黑风西便立即告诉在场的百姓 自己府内还有很多草药 让大家不必惊慌 等诊治之后拿着药房 就可以到府内免费抓药 就这样给百姓吃了定性丸之后 没想到黑风西却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紧接着她就招呼百姓上前诊治 这实属吓坏了在场的百姓 毕竟黑风西是贵为一国的二殿下 怎么敢劳烦他为自己看病 可也架不住黑风西接下来的一句话 来本军这里问诊的还赏米一刀 听到此话的百姓便立即蜂拥而上 瞬间就将问诊台围的水泄不通 还好在中立的一顿维持秩序下 百姓这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挤长队 随即两人各自施展自己的医术 开始为百姓把脉诊治 就这样也不知诊治了多少病好 直到深夜两人才腰酸背痛的回到自己的府邸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会撒娇的女人 她为了让心上人抱自己回房休息 竟然不顾自己女侠的身份 旁敲侧击地让男人帮自己按摩肩膀 果不其然每个成功的男人 都拒绝不了一个会撒娇的女孩 就这样黑风西便施展自己苦练多年的推拿术 开始帮白风西按摩肩膀 放松 你有点紧张 我没有紧张 我是怕你司机报复 也可能是白天行医太累的原因 白风西在黑风西的绝妙手法下 很快就进入了美妙的梦乡 但就在黑风西沉浸在这美妙的感觉时 自己的贴身是从中理 却一脸慌张地凑到黑风西的耳旁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神情立即紧张起来 因为这个如玉轩的隐藏名字则是隐权水泻 而如今里面的人竟莫名地被抓了起来 显然这件事并不简单 于是黑风西立即吩咐中理 将梁成的一切事物暂且交给川氏兄弟打理 明月一早立即赶往庸京处理此事 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黑风西则捏手捏脚地抱起熟睡的白风西 直接向他的卧房走了过去 可还没等他走出几步 熟睡的白风西直接将手臂搂在了黑风西的脖子处 这时的黑风西立即就明白了白风西是在假睡 紧接着白风西就说要和他一起回庸京 听到此话的黑风西甚是欣慰 将白风西放下来之后 黑风西并没有立即答应白风西的要求 而是询问道 难道你刚才故意诶骗我 是想让我帮你 对 没错 听到此话的黑风西脸上的愁容立即一扫而光 紧接着他就将这个懂自己的女孩 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就这样过了一夜之后 隔天他们早早地就回到了庸京 而白风西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凤尚书的府邸开始胡吃海喝起来 随即两人先是聊到了在梁城发生的事情 然后又说起和黑风西之间的感情 就这样两位大美女边吃边聊起来 而此时的黑风西这边 并没有第一时间进京拜见父王 而是来到了老师的别院 因为他想要先弄清楚 如玉轩的人到底是被何人给抓了起来 可此时的老师却告诉黑风西 奉上书案地里找了刑部 可刑部却说没有发现失踪人口报备 而自己命人在江湖上打听此事 也是毫无线索 仿佛这些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可奇怪的是 其他地方的如玉轩并没有出事 就只有雍惊地被全部抓了起来 黑风西越发的感觉这件事并不简单 很显然背后之人是奔着引权水泄而来 而他们抓人的目的 可能是要与黑风西做场交易 但也意味着目前如玉轩的人还活着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胆大妄为的男人 他为了查出被官兵抓走的人关在了何处 竟公然在管辖地闹示张贴丢失人员的信息 如果有人见到这些人 只要提供消息 保证主与众坚仇献 随着聚集过来的百姓越来越多 当地的官府便立即派出执法人员 将散布消息的人全部带走 就连张贴告示的架子也被抬出了闹市 但这也正好掉入了黑风西精心设计的陷阱 见此情景的白风西便立即尾随了上去 转眼间刚才散布消息的人 就被官兵带到了当地的刑部衙门 看到这一幕的白风西刚想要回去告诉黑风西 可此时他却发现从衙门里 抬出几个巨大的柜子 然后装上马车就朝城外走去 见此紧接着护送的人员 就将马车上的柜子卸了下来 而柜子里正是在街头散布消息的人员 随即官兵就将这些人全部关进了屋内 但这一幕却被躲在树上的白风西看在眼里 等他再三确认好位置之后 便立即回到雍州城找到黑风西 将自己的发现以及看到的一幕全部讲述了一遍 而得出的结论 抓人者正是雍州的老大雍王 当得知如玉轩的人正是被雍王所抓 此时的任都督立即就紧张起来 毕竟他们面对的敌人可是黑风西的父王 但这时的黑风西却无比的平静 因为他早就预料到 在场的几人还是陷入了沉默 但就在当天晚上 黑风西正在和白老英雄商议事情的时候 任都督却一脸慌张地找了过来 得知这个消息的黑风西瞬间就变化了神情 没想到真正的始作俑者竟是三弟风举 而风举之所以这样做 他是想让黑风西和雍王象征 自己好在背后渔翁得利 但刚才的对话却被一旁的白老英雄记在了心上 随即白老英雄回到自己的府邸 就把武功还不错的几个徒弟喊到跟前 把黑风西遇到麻烦的事情讲述了一点 并且告诉几个徒弟 作为江湖人就应该行正义之事 况且这些日子 黑风西对自己的门派多有照顾 于情于理都要尽一份力替黑风西解决麻烦 就这样师徒几人经过商议之后 便一致决定去营救被关押起来的人员 但他们准备动手的消息 却第一时间传到了三殿下风举的耳里 原来这一切又是风举设下的圈套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劫匪 他们为了将关进大牢的朋友解救出来 竟不惜暴露自己隐藏多年的大侠身份 可怎奈在中立的计划 最终还是逃不过小人的算计 就这样参加此次劫狱的所有天双门人 被早有准备的官兵给全部逮捕起来 但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黑风西的耳里 得知这个消息的黑风西立即就紧张起来 起初被抓的只是隐权水泄的人 黑风西还有办法将其解救出来 而现在就连天双门的人也被抓了起来 这怎能不让黑风西乱了方寸 但目前唯一能救中人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主动向冤王承认 自己就是隐权水泄的主人 但这样做的后果也不难想象 兴则免除一切身上的官职 仲则很有可能搭上自己的姓名 可是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拼死一搏 于是黑风西连夜草拟了一张奏折 隔天一早就让公公成给了雍王 当雍王看完奏折之后果然大怒 没想到自己调查许久的隐权水泄 背后的经营者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而此时的黑风西为了赎罪 竟贸雨在大殿外常归不起 可怎奈正在气头上的雍王 硬是一夜没有召见黑风西到大殿内解释 不管公公公如何替黑风西求情 可铁了心的雍王就是一口咬定 黑风西经营饮泉水泄就是为了魔法而准备 随即他便吩咐公公 将黑风西从大殿外赶回他自己的府邸 不管他在外面再跪多久 都不可能召见他 领命的刘公公便立即来到大殿外 将雍王的话向黑风西重复了一遍 可听到这里的黑风西 非但没有任何回去的意思 反而朝着殿内开始大喊 父王 今日儿臣认罪 便也没了什么顾虑 就算父王要儿臣的性命 儿臣也无怨无悔 但没想到听到此话的雍王便立即走了出来 因为他等的就是黑风西这句话 随即他便告诉黑风西 如果真的想要跟自己解释清楚 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本事走到自己的跟前 话音刚落 雍王就把等候已久的禁军喊到了大殿外 当手持棍棒的禁军排列在两旁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黑风西今天难逃一劫 见此阵仗的黑风西 立即就明白了雍王的意思 他这是想先把自己身上的江湖气息给打散 然后才有资格静电向雍王解释 毕竟江湖人在王族的眼里就是一介莽夫 更是没有资格静电于王族对话 想到这里的黑风西便立即向雍王伸势一礼 紧接着他就要起身向雍王走去 可怎奈由于贵的时间太久 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命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为了在自己的父王面前自证清白 竟然豁出自己的性命 甘愿接受父王最无情的刑罚 随着雍王的一声令下 站立两排的禁卫军立即挥动手里的沙威棒 朝着黑风西的后背就是两下 也可能是禁卫军顾忌黑风西二殿下的身份 起初并不敢使尽全力击打黑风西 所以几棍棒落下 并没有对黑风西造成多大伤害 可见此情景的雍王却不乐意了 随即他便说道 在你们面前的 不是我大雍的永平君 而是明动江湖的黑风西 你们不要小看了天下英豪啊 听到此话的黑风西立即就明白了父王的意思 他只是暗示禁卫军不要对自己手下留情 想到这里的黑风西 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去 果不其然得到雍王的暗语之后 禁卫军立即就用尽全力开始击打黑风西 结果看上去不轻易的两棍棒 直接就将黑风西打得口吐鲜血 可见此情景的雍王却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此时在看黑风西 还是咬着后槽牙站了起来 但为了向雍王自证清白 他也只能忍着剧痛继续向前走去 可怎样越是往后力道就越大 实属看不下去的刘公公 便立即来到黑风西的跟前 极力劝他不要再继续前行 这样真的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可铁的心的黑风西 还是婉言谢绝了刘公公的好意 就这样黑风西再次亮枪的起身 用血肉之躯承接着沙威棒的力道 但好在经过一顿雷烟火炮之后 黑风西有幸过了禁卫军这一关 雍王这才下令令黑风西进殿解释 可刚等他来到大殿内 雍王又开始冷嘲热讽的询问黑风西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 便向雍王说出 组建隐泉水泻的目的 原来黑风西当初组建隐泉水泻 只是为了自保 可后来随着隐泉水泻越发的壮大起来 他便开始利用隐泉水泻得到的收益 救助那些贫困的百姓 从而来保护更多需要保护的人 但听到这个解释的雍王 却说黑风西在极力狡辩 更是说黑风西组建隐泉水泻 就是为了日后的谋反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为自证清白 随即他便从怀里拿出一个本子 让刘公公成给了雍王 而上面记录的全是隐泉水泻 各州分舵的名单 以及如玉轩这些年经营的情况 这什么意思 原来黑风西之所以交出隐泉水泻的核心 他是想要暂时得到雍王的信任 从而让雍王将抓起来的人释放出来 但尽管黑风西将自己的命脉交在雍王的手里 可生性多疑的雍王 还是命人端来了一杯化解内力的毒酒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父亲 他为了预防自己武功盖世的儿子 在日后争夺他酒做多年的王位 竟命人端来一杯化解内力的毒酒 让儿子服下 儿臣只有一个问题 父王这酒是何时为儿臣准备的 总知道你就是黑风西那一刻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心如死灰一般难过 没想到自己最敬重的父亲 如今在没有查明真相的前提下 就一口咬定自己日后定会谋反 更是要用一杯毒酒来解决父子之间的误会 想到这里的黑风西便不再犹豫 拿起装满毒酒的酒杯直接一饮而尽 当毒酒入侯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黑风西苦练多年的内力 在今日就要全部烟消云散 要笑很快在黑风西的体内四散开来 此时再看黑风西的表情 由刚才的痛苦立即转变为猙獰的模样 就这样也不知持续了多久 直到黑风西彻底没有力气趴在地上 雍王这才心满意足地说道 但尽管如此 雍王还是不放心自己的这个儿子 随即他又追加一道圣旨 命黑风西则日起身到千里之外的幽州 参加公主化纯然的选序 而且命黑风西势必要将化纯然拿下 否则就不准黑风西再踏入雍州半步 化落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无珠的黑风西待在了原地 结果下一秒体力不支的他就昏迷在了大殿内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泪眼模糊的白风西蜷缩在自己的床边 见此情景的黑风西便用尽全力坐了起来 与此同时白风西也察觉到了深厚的异动 可当两人四目相对时 担心许久的白风西再也绷不住 下一秒就直接扑到黑风西的怀里痛哭起来 此时此刻所有的担心以及自己对黑风西的爱 在这一刻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听到这里的白风西 财心部甘情不愿地松开紧抱着黑风西的双臂 当黑风西帮白风西擦干眼泪的这一刻 黑风西也就明白了这些天 都是白风西时刻守护在他的身边照顾 可就在两人倾诉忠常的时候 钟离却端着药丸走了进来 把药丸交给白风西之后 他便向黑风西汇报其饮泉水泻现在的状况 原来表面上黑风西把各州分舵的名单交给了雍王 可是则真正的核心人物并不在名单上 也就是说雍王掌控的饮泉水泻只是个空壳 真正的核心还掌握在黑风西的手里 随即钟离又告诉黑风西 雍王命他择日起身赶往幽州 切莫耽误了公主话纯然的选序 可听到这里的黑风西却为难起来 他刚想要向白风西解释清楚 但下一秒就被白风西给直接打断 因为白风西心里清楚 黑风西之所以答应雍王参加选序 完全是为了救出被关押起来的天双门人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公主殿下 可被地里却是一个心机颇深的堂宝 他为了取代自己哥哥的世子之位 竟不顾自己的千金之躯 将唯一的佛谷设立徒步送到大东皇帝的手里 从而来换取独一无二的天女身份 因为话纯然深知作为女儿身的他 想要继承父王的霸业成为幽州之主 就必须要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支撑自己上位 而这个外界力量就是要招个坠续 来帮自己完成宏图霸业 所以他这才不远万里 将佛谷设立赠送你大东皇帝来换取天女的称号 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身份 才能拉拢这世间的能人意识 以及其他几州的世子前来选序 所以话纯然昭旭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其他几州世子的耳里 当属济州的皇朝最为重视 此次选序他势必要将话纯然拿下 所以他也是第一个带领于无缘赶去幽州的人 而这边的黑风白溪在雍王的威力力右下 也踏上了去往幽州的大路 可刚等他们二人走出雍州的地界 却发现后方跟随过来不少眼线 实属无奈的两人 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前行 就这样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久 这天终于来到幽州的地界 两人随即找个客栈就入住了下来 可就在两人商议如何应对选序一试的时候 客栈的房门却突然被人敲响 得到黑风溪的允许之后 随即便走进一个手持托盘的小二 二话不说就将手里的托盘放在了桌子上 而托盘的下方却放有几封信件 原来这家客栈也是黑风溪的隐权水泻 而小二秘密送来的信件 则是近日打听到的选序信息 以及话纯然的个人资料 但值得让两人注意的是 选序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无比 如果这放在以往根本算不得什么 以黑风溪的武功进入下一轮不在话下 可如今被雍王废掉了武功的黑风溪 就连一个普通的江湖人都打不过 如果真到了鄙视擂台上 怎么可能是皇朝的对手 暂且放下这些不说 而另一封话纯然的个人资料信件上 则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话纯然 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单纯 其真实的为原则是一位城府极深的女人 如果想要在她面前耍花招 只会自寻死路 但也就是因为她城府极深 同时她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极度的孤独 因为城府深的人是很难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所以黑风白溪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先从华纯然的弱点下手 就是让白风溪找个机会接近华纯然 以最快的速度与华纯然结为朋友 从而让她帮忙让黑风溪先过了比试的第一关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她先是以歇脚的理由将女孩框片到路边的茶谱 然后趁女孩不备时 再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茶给女孩满上 结果没有一丝防备的女孩却一饮而尽 我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等华纯然回到自己的客房 药效也随之在她的体内开始发作 等几人彻底失去意识之后 歹毒的母子两人却立即从房外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 先是将华纯然的仆人送去了梦乡 随即母子两人便说道 娘 你的迷魂药还真是厉害啊 这可是上好的迷魂药 是临行之前世子殿下上的 原来策划这一切的人正是华纯然的哥哥 他是怕妹妹争夺自己的世子之位 所以这才命人在半路截杀华纯然 但这对母子并不知道他们的对话 全被假装昏迷的华纯然听在耳里 但还没等华纯然多想 可这时的男人却目 却发现屋内又多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 随即皇朝和玉无缘便安慰华纯然无需担心 说刺杀她的两人已经被就地正法 听到这里的华纯然便立即下床 紧接着朝着两人身世毅礼 以表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但经过他这个礼仪之后 观察敏锐的皇朝似乎察觉到了华纯然的身份 但碍于自己此次前往幽州的目的 并没有当场揭穿华纯然 就这样等华纯然梳洗一番后 便随两人一起踏上了去往幽州的大路 就这样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久 这天终于到达幽州的地界 走下马车的华纯然向皇朝两人感谢之后 随即便一脸笑意地与两人刺别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离谱的女人 她为了将自己的士兄弟从天牢解救出来 竟然甘愿作为红娘来为自己的心上人牵线搭桥 听到这里的白丰西立即就给黑丰西吃了定心丸 说只要能将自己的士兄弟解救出来 受这点委屈根本算不得什么 于是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按照原计划先接近华纯然 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再摊牌选序的事情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 他们趁华纯然在后花园闲逛的时候 却突然出现在华纯然的身后 这突如其来的打招呼 并没有使华纯然有过多的惊讶 随即黑丰西便开始了他的口才 经过这一顿的夸奖之后 华纯然也随之对两人放下了警惕之心 紧接着他就挑明了两人的身份 并且告诉两人自己最喜欢结交江湖中人 尤其是饮泉水泻的主人黑丰西 听到这里的黑丰西便趁热打体 随即就将一封密信交在了华纯然的手里 并且告诉华纯然 里面记录的正是他哥哥刺杀他的证据 听到这里的话纯然甚是惊讶 没想到就连自己遇刺一事 都逃不过饮泉水泻的眼睛 随即他便打开信件查看起来 而里面果然将刺杀的细节记录得非常清楚 这足以在父王的面前将哥哥送进大牢 可看到这里的话纯然 却突然说自己的父王还在抖他午饭 要暂且离开一会 让两人在这花园里随便逛逛 晚上必以盛宴款待两人 随即他向黑风白系辞别之后 便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笑意的两人呆在了原地 可这边等华纯然坐上餐桌的时候 却有意无意地说起自己遇刺一事 更是旁敲侧击说背后的指使之人 就是自己的大哥 听到此话的大哥吓得立即就要向幽王喊冤 可还没等他把喊冤的话说出来 华纯然却抢先一步说道 随即更是说了许多替大哥开脱的话 而华纯然之所以这样走 他是想要借此机会警告自己的大哥 如果想要和自己斗 先要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能耐 同时也是向大哥正式宣战争夺世子之位 但此时的他们一家人 完全没有注意到能耐 有两个人正在偷听他们的对话 而偷听之人正是黑风白系 此时的两人通过这顿饭局 才完全领会到华纯然的城府 没想到表面上人畜无害的一个小姑娘 竟然将权衡之道运用得如此高深 表面上她是城府极深的公主殿下 可一旦得知自己的父王要召见自己 他就会立即装成一副纯真的模样 出现在父王的面前 起来吧 谢父王 父王听说 父王 您可曾听说黑风白系 原来黑风白系在幽宫赞助下来的消息 也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幽王的耳里 所以幽王这才一脸怒气的模样 将自己的宝贝闺女华纯然喊到大殿内质问 而华纯然之所以抢先一步 向幽王禀报黑风白系的事情 他是想将七下蛮上的罪名扼杀在摇篮里 但只要他抢先一步说出隐瞒的事情 七下蛮上的罪名就不会成立 毕竟在他们那个年代 欺君可是杀头的重罪 所以这就是华纯然的高明之处 看父王的态度有所缓和下来 华纯然则立即施展自己的绝技 那就是对自己的父王撒娇卖萌 果不其然这招屡是不爽 本就疼爱闺女的幽王 立即就将黑风白系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而此时的华纯然则立即借此机会 询问幽王是如何得知黑风白系赞助的消息 可没有多想的幽王 随口就说出是华纯然的大哥禀报的自己 听到这里的话纯然并没有太多波澜 因为他早就猜到打小报告的肯定是大哥 所以他便故作紧张的样子说道 若大哥知晓纯然宫中之事 那纯然从地间回来的行踪 还有那两个奸人一口咬定便是大哥所为 那这 纯然你放心 这件事情父王一定查清楚 就这样华纯然不但化解了黑风白系的事情 而且无形中提醒父王一定要严查自己遇刺一事 随即父女两人又是一番含蓄 华纯然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寝宫 可他回来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素描了一张黑风系的画像 但就在他出神地欣赏自己作品的时候 白风系却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的背后 画美人画得不错了 这属实吓了华纯然一大跳 随即华纯然就将黑风系的画像拿给白风系查看 他本以为白风系会夸奖自己一番 但没想到白风系看过之后 却说华纯然画得根本不像 说着白风系就落座下来 要亲自画一张他印象中的黑风系 随着他手里的勾线笔在纸张上挥动起来 也就意味着黑风系的每个神态他都熟记于心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纸张上很快就出现了黑风系的大带轮廓 再随着白风系的最后一笔落下 一个活灵活现的黑风系就出现在了纸张上 随即白风系便将两张画像放在一起作比对 白风系画的这张果然神韵了不少 但此时的华纯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同时也怀疑起黑风白系之间的关系 可看出端倪的白风系 却立即向画纯然解释了一番 说自己和黑风系只是江湖上的故影 并没有任何男女之情掺杂在其中 可听到这里的话纯然还是陷入了沉思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以赏话的理由将男人诃骗到狭小的巷子 然后趁男人不被试突然来个偷袭 好在眼疾手快的黑风系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紧接着大批黑衣人就朝黑风系杀了过来 随着黑风系的一个下批也就意味着今天所有参与刺杀之人 将全部葬身于此地 随着蒙面人一跃而下 见此情景的黑风系立即施展秀里乾坤 将蒙面人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感 可还没等蒙面人反应过来 就见黑风系一个扫堂腿将尸滚踢向蒙面人 而他则借此机会又施展绝技一杆定江山 直接将蒙面人打翻在地 但就在这紧要关头 却飞来一个极快的黑衣 好在及时出现的白风系化解掉了黑影的致命一击 紧接着一黑一白就开始了内力打 就这样双方个后退数十米才停息下来 而此时站在不远处的黑影 却一脸怒气地望着黑风白昔 看捞不到任何好处的黑影 直接施展绝世轻功就飞离了当场 见此情景的白风系有心追赶上去 可此时巡逻的官兵正好赶过来 于是两人也只好暂且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等二人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 白风系则立即将自己的内力 输送给受伤的黑风系 紧接着又将熬制好的汤药让黑风系服下 等黑风系调理好自己的气息之后 两人便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探讨起来 从装扮以及形式作风来看 那些人就是许久未露面的断魂门人 但令黑风系打寒的是 最后出现的那个人 使用的功法竟然是蓝音碧月 但奇怪的是 他的功法好像不是自己修炼所 有点像是窃取所获得 听到这里的白风系更加迷惑了 随即他就想到了上次奉上书遇息一事 因为那次就是两人通过蓝音碧月功法 才将奉上书从昏迷中解救出来 听到此话的黑风系也怀疑 就是那次泄露的功法 可目前又没有任何办法 正视自己的猜想 于是两人暂且将这件事放到了一旁 因为眼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他们解决 那就是明天话纯然的选序仪式 随即白风系就将明日选亲的选题拿了出来 可第一题就是无比 如果放在两天前 黑风系很难通过第一关 但好在此时的白风系 已经和华纯然打成一片 两人更是商议好选序的当天 就由白风系假扮华纯然 接受众多贵家公子的挑战 所以内力尽失的黑风系 现在想要通过第一关甚至简单 他本是贵为异国的公主殿下 但如今为了和自己的大哥争夺世子之位 竟然要以闯关卡的方式来挑选昂序 随着各州的贵家公子陆续来到考核场地 宣读官则立即开始点名道场的人员 冀州世子黄朝 可当黄朝转身的那一刻 笑盈盈的话纯然立即就转变了神情 这时的他才知道当初自己遇袭的时候 解救自己的竟然就是冀州的世子黄朝 可还没等他从惊讶中缓过神来 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彻底乱了方寸 那就是隐泉水泻的主人黑风熙 同时也是雍州的永庭侯风蓝熙 当话纯然得知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立即由当初的圣券在握转变成惊慌失措的样子 随即他就向幽王的大殿走去 要第一时间将这件事禀报给自己的父王 因为现在的他根本就无法掌控当前的局势 随即他就把这件事向幽王讲述了一遍 可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妇女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这属实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但以目前的形式来看 也只能等假扮自己的白风熙 把这场戏演完后再另做商议 可此时的考核场地上 各州的贵家公子已经准备就训 而这时数帐外的白风熙则用细杀遮面 以画纯然的身份向众人问安之后 此次鄙视也正式拉开序幕 而鄙视的第一关 就是让众人不借助任何工具 以轻功的方式到达自己所在的亭子 此话一出顿时就劝退了几个贵家公子 因为目测这之间的距离足有七帐开外 试问这世间能有几人紧靠轻功到达对面 但还是有不甘心的公子要上前一试 紧接着就见显眼包一跃而起 向亭子飘飞过去 可眼看要到达对岸的时候 结果脚下一滑差点掉进池塘 好在白风熙及时拉了他一把 这才避免尴尬的局面发生 当然这位公子并不能算过关成功 等他退下之后 紧接着就轮到了黑风熙登场 这属实惊呆了皇朝两人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黑风熙早已内力尽失 看他这次要怎么到达对岸 可此时的黑风熙四周观察一番后 便立即施展轻功向对岸飘飞过去 见此情景的皇朝两人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随即就猜出假扮公主的人非白风熙莫属 而此时的黑风熙已经安然无恙地来到了对岸 就这样两人假客套一番后 黑风熙却一脸笑意地离开了当场 只需要等待接下来的温迪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离谱的女人 她为了继承自己父王的宏图霸业 竟然让好姐妹冒充自己考验参加选序之人 本世子也前来一世 紧接着皇朝就施展自己的绝世轻功 无非吹灰之力就来到了白风熙的面前 你就不怕被人识破吗 能够到此处的人屈指可数 就算是进到围杖里面 我也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 不愧是你 随即皇朝又询问白风熙 倘若他日我君临天下 你可愿嫁我为好 不愿意 此时的皇朝没想到白风熙回答得竟然如此干脆 随即他放下豪言壮语之后 便一脸笑意地离开了亭子 就这样第一场比试入围的名单 很快就成给了等候多时的妇女两人 等两人看过名单之后 果然不出话纯然所料 黑风熙和皇朝全部在名单之上 接下来就是明天的文笔 而妇女两人为了考验黑风熙和皇朝的治国之道 于是便一致决定将苍茫残局作为明天的考题 就这样两人决定下来之后 便坐等最后的赢家看看到底是谁 可就在当天晚上白风熙遛弯的时候 又被等候多时的皇朝拦住了去路 她这次拦住白风熙还是想要继续白天的问题 听到这里的白风熙就要闪身离开 结果下一秒又被皇朝拦停在了原地 我是认真的 实属无奈的白风熙也只好借此机会 向皇朝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随即白风熙就质问皇朝 如果真的心意自己 会不会为了自己舍弃争夺这天下的机会 此话一出属世难倒了皇朝 可不甘心的皇朝却向白风熙保证 有朝一日自己军临天下 皇后的位置非白风熙莫属 可听到此话的白风熙只是淡淡的一笑 此话一出对的皇朝瞬间哑口无言 而白风熙也借此机会离开了当场 留下一脸笑意的皇朝待在了原地 很快一夜过去 终于到了决赛的时刻 等众人离地之后 入围的几人也随之落坐下来 紧接着幽王就将这次的考题说了出来 可听到今天的考题竟是苍茫残局 瞬间就将几个贵家公子给直接劝退 因为他们深知这残局的厉害之处 结果开局还不到一分钟 就只剩下黑风熙和皇朝两人 理所当然接下来的棋局 就由他们二人进行对异 结果等两人落坐之后 才知道这并不只是一张简单的棋局 表面上看去平平无奇的桌案 可一旦有人触碰到棋子的时候 下棋之人就会被立即带入残局的幻境之中 从而让下棋之人参悟和为治国之道 但就在两人深陷其中的时候 幽州的上空突然划过一声鸟叫 可听到叫声的黑风熙 却立即从棋局中走了出来 随即便说道 这一局风蓝稀疏了 化落之后就潇洒地离开了当场 神经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却被自己最疼爱的小师妹刺成了重伤 而小师妹之所以下此毒手 原来今天是天双门白老英雄的退役仪式 可就在众人在大殿内等候白老英雄的时候 白老英雄唯一的女儿却满脸泪痕地从内房走了出来 下一秒就把长剑指向了白风熙 我爹死了 师妹你害死的 我爹对你恩重如是 你怎么忍心这样害他 听到此话的白风熙犹如五雷轰顶 实属不敢相信小师妹所说的一切 此时的他有心到内房查看师父的伤势 可这时的小师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更是一口咬定白风熙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而见此情景的黑风熙有心劝说小师妹几句 可结果又被小师妹冠上串供的罪名 但就在黑风白熙白口莫变的时候 站在下方的江湖人士却立即起哄起来 说白风熙就是为了掌门置位 才杀害的白老英雄 都唬得不耐烦了吗 此话一出再没人敢多言半句 随即黑风熙就要拉上白风熙先行离开 可还没等他们走到大门处 而这些江湖人士为了所谓的正义 竟然在没有查明真相的前提下 就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到白风熙的头上 更是扬言今天定让白风熙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就在众人大打出手的时候 小师妹净趁白风熙不注意 直接用自己的长剑刺穿了白风熙的肩胛骨 而见此情景的黑风熙 立即上前把即将倒地的白风熙抱在怀里 可此时的江湖渣子想要借此机会一拥而上 将黑风白熙一并铲除 但这也激起了黑风熙压制已久的怒火 可还没等他爆发 却被怀里的白风熙给及时制止 随即在钟离的开道下 黑风熙这才抱上白风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转眼他们便来到野外的一个破庙了 而此时的白风熙音伤得太重 生命的气息在急速消散 但内力尽失的黑风熙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风熙昏迷在自己的怀里 可就在黑风熙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却突然想到太阴老人 之前赠送给白风熙的蓝樱花 随即他便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的白风熙放躺在床上 然后在白风熙的怀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而盒子里装的正是蓝樱花 紧接着黑风熙就将鲜艳的花朵拿了出来 随即他便按照太阴老人之前的叮嘱 先是将一小块花瓣扯了下来 可当花瓣正要塞进白风熙嘴巴的时候 他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而是把花瓣送进了自己的嘴里 因为他不确定此花是否真的有意无害 但为了避免白风熙再次受伤 所以黑风熙这才当作是要之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幸运的男人 他只是务实了一片小小的花瓣 没想到近视许久的内力竟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 就这样黑风熙在地上也不知运行了几个大周天 随着他将多余的内力释放出来 也就意味着曾经的那个黑风熙再次回到了巅峰 随即他便将其余的花瓣放进水碗里 然后施展自己身后的内力 将碗里的花瓣炼化成汁水 再立即端到白风熙的跟前 小心翼翼地用勺子给白风熙喂下 就这样同样的动作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终于将碗里的药水全部喂进白风熙的嘴里 而黑风熙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光阴四溅日月如梭 一晃三天过去 昏迷已久的白风熙终于在这天早晨清醒过来 可他醒来的第一眼 却看到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的黑风熙 随即他就把手搭在了黑风熙的手上 但这个举动也把睡梦中的黑风熙惊醒了过来 当两人四目相对时 才知道彼此在对方的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当黑风熙将白风熙搀扶起来之后 便把救治的过程向白风熙讲述了一遍 听到这里的白风熙 先是心疼地抚摸起黑风熙的小脸蛋 随即他又问到天双门的情况 但好在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 黑风熙已经派人将天双门的弟子保护了起来 听到此话的白风熙甚是欣慰 随即两人又探讨起白老前辈的死因 可这时的黑风熙却告诉白风熙 白老前辈的死状和自己母亲一模一样 听到这里的白风熙甚是惊讶 没想到自己师父的死能和一个王后一样 但这同时也让黑风熙 对自己母亲的死产生了怀疑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不难猜测凶手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就这样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择日起身到江湖上彻查这背后的阴谋 可就在两人探讨该从何处下手的时候 霍庙的大门却被人推开 随即就跑过来一个小孩 而来人正是白风熙的小师弟韩普 原来他是担心白风熙 这才从天双门偷跑了出来 就这样两人含蓄一番后 韩普却告诉白风熙一个惊天的消息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走后我偷偷拿银针测测师父的遗体 发现师父遗体之内并没有中毒的痕迹 并没有中毒的痕迹 看到韩普很肯定地点头之后 这是一旁的黑风熙 却问了韩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那就是这天底下 是否有一种毒能逃过银针的测试 听到此话的韩普便回答道 附近曾说 天下毒药里只有一种叫千剂的毒药 才能躲避银针的测试 此话一出更加证实了黑风白熙之前的猜想 随即韩普又告诉黑风熙 说这种毒只有大东皇室才有 所以知道的人甚少 他号称是天下第一女剑侠 但如今却只能偷偷默默来祭拜自己的师父 只因自己被人恶意冠上了溺徒的罪名 师父 熙儿来看您了 就这样白风熙在师父的坟前祭拜一番后 黑风熙却提醒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两人去做 原来黑风熙派去地精的探组传来了消息 地精传来消息 发现地精的饮食之中 似乎有千剂毒的线索 也是 原来在地精的饮食里有个外号叫医圣的人 而千剂毒就是出自他的手里 但这个所谓的医圣却非常谨慎 从不与陌生人做交易 也就是说他卖出去的千剂毒 都是他自己比较熟悉的人 只要到地精找到这个所谓的医圣 就不难查出毒害自己师父的人是谁 就这样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即刻起身前往地精查明真相 可听到这里的韩普却非要跟随两人去往地精 但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白风熙还是隐门派需要人照顾的理由 把韩普留在了天双门 就这样经过几天的赶路 黑风白熙终于来到传闻中的饮食 可此时的两人并没有踏进饮食的大门 因为想要进饮食就必须遵从饮食的规则 那就是必须要按规矩戴上定制的面具 可就在两人犯难时却走来一个壮汉 一屁股坐在了白风熙的对面 听到这里的白风熙有心打断铁大当家 可此时的大当家却和黑风熙打起了招呼 当他得知眼前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风熙 随即就见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素描画 开始对着黑风熙仔细端详起来 这一幕鼠是吓坏了一旁的白风熙 随即白风熙直接一把夺过大当家手里的素描画 可还没等他捂热 又被黑风熙给悄悄地抢了过去 当黑风熙打开的那一刻 才知道白风熙为何如此紧张 原来这张纸上画的正是自己 听到这里的白风熙也只好用喝水来掩盖尴尬的局面 随即两人又是一番嘻嘻玩闹 直到大当家制止这该死的撒狗粮 两人这才想起今天来饮食的目的 随即大当家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面具拿了出来 等几人戴上之后 便一起来到了这幽暗的饮食街上 紧接着就见大当家向门童伸尸一礼 随即便从怀里拿出一块令牌 等门童查验之后 两人又是一系列的暗号对话 大当家这才有机会将来的目的说了一遍 起初他先是一家中长辈病重的理由 要向医生求取血灵芝一枚 听到这里的门童便立即回屋去取血灵芝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事件 就见门童拿来一个精致的盒子 而盒子里正是一枚血灵芝 等几人往回走的时候 之前的那个门童却跟在后面 开始观察黑风白溪的一举一动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抓人方式 他先是以合作的理由将男人引诱到狭小的巷子里 可当男人得知自己受骗上当的时候 他在立即派手下堵住男人的去路 你是何人 你可知道咱家是何人 既然来找胡公公 那我如何不知道呢 胡公公不必害怕 只是我家公子想来见你一面 原来此人正是地精隐士里所谓的医生 同时也是售卖千基毒的主谋 此次钟离按照黑风西的吩咐 势必要将胡公公带回客栈审问一番 可此时的胡公公仗着自己是大内的高管 压根没把钟离等人放在眼里 随即就要夺路离开此地 但下一秒就被钟离拦住了去路 见此情景的胡公公也只好使出杀手锏 来人呢 若你说的是你院子里那些护卫的话 他们都已经昏过去了 胡公公 请吧 听到这里的胡公公也只好假装认所 结果下一秒就对钟离发起了进攻 可他这两下子怎么可能是钟离的对手 结果一个回合都没走 就被钟离直接打晕了过去 紧接着就被靠近的侍卫给抬离了当场 随着白风西的一个大力金刚指 昏离的胡公公直接被戳清醒过来 是该叫你胡公公呢 还是该叫你医生 听到这里的胡公公眼神立即躲闪起来 起初他还想狡辩一番 可当白风西将配件架在他脖子上的时候 他立即就从刚才的嘴硬 瞬间变成无话不说的医生 看火后差不多了 黑风西便立即询问千积毒的事情 可当胡公公得知费这么大力气 只是询问千积毒 立即就将悬着的心放进了肚子里 随即他便告诉黑风西 像这种皇家御用的毒药实属名贵 在他手上一共就销售出去两份 听到这里的黑风西 便立即询问是何人购买的此药 可这时的胡公公又想放魂 但好在有白风西的震慑 他立即就将存有画像的事情告诉了黑风西 但画像是他保命的根本 所以平常根本不会戴在身上 而是存放在了地宫内 听到此话的两人便立即决定 要亲自随胡公公到地宫内去去 就这样实属无奈的胡公公 也只好答应两人无理的要求 随即二人趁着夜黑风高 穿上地宫里吓人的衣服 一起跟随胡公公来到存放画像的密室 随即就见胡公公在盒子里拿出一本画册 转身就交在了黑风西的手里 可当黑风西打开画册查看时 并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出现在画册上 但等他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一个女人身上的挂件非常眼熟 因为这个挂件正是雍州宫内之物 可此时却出现在了地金的画册上 这属实超出了黑风西的意料之外 随即黑风西就将这张画像撕扯了下来 等他翻完最后几页 却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 但就在他们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小情侣 他们夜入皇宫只是为了调查师父的死因 但没想到却恰巧遇到一国的皇帝被刺身亡 很快皇宫的禁军就搜查到他们所在的房间 而这时的胡公公有心阻拦禁军的搜查 可面对东叔将军那凶神恶煞的眼神 他顿时被吓得不敢再多言半句 随着东叔将军的一声令下 禁军立即就开启了搜查工作 而这时躲在柜子里的黑风白溪 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打算 可就在禁军刚要拉开他们所躲藏的柜子时 却被门外的通报声给打断 原来大东皇帝身受树刀已经驾鹤西游 而太子则命东叔将军即刻赶往大殿商议后事 跟我走 就这样东叔将军被迫也只能暂时离开 等众人走远之后 胡公公便立即把柜子里的黑风白溪喊了出来 但为了让胡公公撇清嫌疑 黑风溪也只能将他打晕在当场 从而来伪造成禁贼的假象 转眼两人就来到了城墙之上 可由于皇帝刚刚遭遇行刺 瞭望塔上的守军却格外刻尽之手 但想要离开皇宫还必须要经过瞭望塔 于是黑风溪眼睛一转 便立即捡起墙角的一块石头弹向了吊灯 听到动静的守军立即上前查看 而两人也借此机会立即施展轻弓飘到了城墙之外 可等两人刚跑到一个小巷的拐角处 却被人喊停在了原地 等白风溪回头望去 才知道是天双门的一众失地找了过来 你们怎么在这 你去看过爹 我在爹的墓前看到了留下的酒了 就这样两人先是含蓄了几句 黑风溪便带领大家先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等来到安全的客栈之后 白风溪便拿出从胡公公那里得到的千积毒 让韩普用随身携带的银针测试了一番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皇家御用的千积毒真能躲避银针的测试 此时在看托盘里擦上千积毒的苹果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下去 此状态正和白老前辈的死状一般不二 见此情景的小师妹 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白风溪 但好在大度的白风溪并没有责怪小师妹的意思 等一切误会全部解开之后 众人又讨论起师父到底是被何人所害 可这时的白风溪却告诉大家 师父之所以被歹人杀害 很有可能和丢失的玄机令有关 但就在他们猜想议论的时候 钟离却一脸慌张的前来禀报 说尹泉水泻刚查到的消息 大东皇帝是死于服侍他多年的张公公手里 而奇怪的是这个张公公刺杀自家主子之后 也被人杀害在公门外的拐角处 但经过对伤口的仔细查验 就是死于断魂门的刀下 听到这里的黑风溪却陷入了沉思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方霸主 但如今为了查明自己母亲的死因 竟然不顾自己大侠的身份 要为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 这件事里你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小喽啰 你苟祸至今想必也不想死 原来这个柔弱的妇人 正是当初白礼士派去地金购买千基毒之人 可当时的她并不知道此药要用在何处 只是按照吩咐完成了白礼士的要求 后来以歌王后却突然离弃病逝 妇人这才察觉到自己闯了大祸 所以她就连夜逃离了雍州的地界 这才免于白礼士的独守 可听到这里的黑风溪却勃然大怒 下一秒就要拍死这个妇人 但好在一旁的白风溪及时制止了她鲁莽的行为 随即妇人便向黑风溪承诺 愿意出面指证白礼士的罪行 愚怒未消的黑风溪这才勉强挠她一命 可等黑风溪回到自己的府邸 却发现院子里已经落满了树叶 因为自她离开雍州的那天起 就已经把府内的仆人全部送回了老家 没想到今日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院路 却已经务实人非 但好在还有白风溪时刻陪在她的身边 等黑风溪平复心情之后 两人便上一起如何揭穿白礼士当年的罪行 但目前令黑风溪不敢确定的是 自己的父王是否得知当年母亲遇害的事情 可就在白风溪开导她的时候 钟离却一脸愁容的前来禀报 原来她派去调查这件案子的人 却因为时间太久远的原因 并没有得到有利的证据 来证明以歌王后就是被白礼士毒害 实属无奈的黑风溪也只好让钟离暂且退下 可就在黑风溪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查起的时候 得到消息的凤尚书却突然来到了别院里 七五 进来一切可好 都好 殿下走前以为我留好退路 等三人含蓄一番后 凤尚书却把一个本子交给了黑风溪 而上面记录的正是这些天雍州发生的事情 当黑风溪看到雍王把大批人马派去青州的边界 他立刻就联想到父王这是要攻打青州 但雍王却不知道他已经犯了一个大忌 他把雍州城所有的重兵全部派去边界 如果此时有人有所图谋不轨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此时的黑风溪完全没有注意到白风溪脸上的变化 随即黑风溪便嘱咐奉上书 让他时刻观察朝堂上的任何风吹草动 可此时的黑风溪并不知道 白里士这边已经得知他在调查当年的案件 于是他便把腾火王相喊到了自己的寝宫 来商议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黑风溪 但没想到王相却给他出了一个逼宫的计策 就是在明天雍王过武士大寿的时候 让白里士的儿子风举率重兵 将雍州大殿团团包围起来 然后逼迫雍王交出兵符 到时候就算黑风溪拿出证据 雍王也无法将母子两人绳制以法 但没想到聪明办事的白里士 却真的采用了王相的这个计策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审问方式 他先是以欺压百姓的理由将男人捆绑到房间里 然后趁男人大发雷霆的时候 他再把事先准备好的证据呈现在男人的面前 你与王相 白里士 以及现在的户部尚书 兵部侍郎 五人一起密谋 想利用千机毒 来谋杀当时的乙哥王后 原来此人正是当年毒害乙哥王后的人员之一 而如今黑风溪已经掌握充足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母亲就是被他们五人所害 但在铁证如山的面前 这个梁国公还是一口咬定当年之事和自己无关 说自己只是受了白里士的挑唆才误入歧途 但在白风溪赠光瓦亮的常见面前 他也只好将当年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四人之所以毒害乙哥王后 确实是受了白里士的挑唆 而当时的白里士只是一个贫贱的宫女 但他为了得到高高在上的王后宝座 竟然编造出一个不死拥舟不兴的离谱谣言 白骨或朝堂之上的重诊 一起谋害母仪天下的乙哥王后 所以这才在乙哥王后的汤碗里下毒 可没有一丝防备的乙哥王后 果真把放有千积毒的排骨汤一饮而尽 但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药效就开始在乙哥王后的体内发作 瞬间把她痛得倒地抽搐不止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可怜这个母仪天下的王后 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等仆人过来查看时 乙哥王后就已经崛弃身亡 这就是他们当年毒害乙哥王后的全部经过 可听到这里的黑风溪清津瞬间爆起 下一秒就把藏在天房的张大人喊了出来 梁国公涉嫌谋害兴亡后 此罪势通谋犯 字字句句 已经记录在册 等张大人宣读供词之后 梁国公立即下跪向黑风溪极力求饶 可此时的黑风溪却告诉他 若你能当庭认罪 我便可饶了你的家人不死 听到这里的梁国公立即感谢黑风溪的恩典 但就在这时 钟离却前来禀报 三殿下我逼宫 得知这个消息的几人犹如五雷轰顶 原来前些十日三殿下风举 率领重兵到南蛮青角山匪只是个幌子 他真实的目的则是要借剿匪之名拥兵自重 而如今终于暴露出谋反的野心 听到这里的黑风溪便立即吩咐钟离 让他带上之前的那个妇人以及梁国公 随时听候自己的派遣 领命的钟离便立即拉上梁国公离开了当场 可还没等黑风溪喘口气 奉上书又一脸慌张的前来禀报 我进攻的路上遇见了禁军首领赵海 不知为何禁军与城防营换手 令黑风溪没想到的是 白里一族行动的速度竟如此之快 此时的黑风溪有心即刻前往京城救驾 可怎奈现在雍州城内基本全是白里一族的人马 如果现在进京禀报雍王 恐怕是难如登天 而现在唯一可以破解此局的也只有奉上书的凤家军 听到这里的奉上书立即就明白了黑风溪的意思 原来凤家一直有一支隐藏的部队 目的就是为了今日这样的意外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手无缚机之力的贵家公子 可一旦得知自己的家人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爵士高手 紧接着黑风溪接过奏折 立即施展自己的爵士轻功 眨眼间就飘飞到雍王的跟前 直接将奏折交在了雍王的手里 听到此话的风举不敢再多言半句 随即雍王便开始查看奏折上的内容 而此时的白里母子星都提到了嗓子眼 风举你好大的胆子 原来上面写的正是风举谋反的证据 此时的王相看事情已经败露 索性也不再伪装自己的狼子野心 他便立即劝解风举无需担心 毕竟咱们手里有刚得到的兵符 起初还有顾虑的风举 当得到白里士肯定的表态之后 随即他就由当初躲闪的眼神 立即转变为阴狠的模样盯着雍王 可此时的雍王气得好学没当场驾崩 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 竟然在自己武士大寿的这天来谋反自己 随即雍王便吩咐黑风丝 可还没等黑风丝动手捉拿逆贼 风举却抢先一步让自己的侍卫冲杀了过来 随着黑风丝的一整推出 也就意味着这些小喽喽今天必须进古科医院 这些虾兵蟹将怎么可能架得住黑风丝一划拉 可还没等风举反应过来 黑风丝的大脚就印在了他的胸膛上 把这小子踹得好学没把隔夜饭堵出来 但与此同时城外的叛军 利用推车的威力将最后一道城门成功撞开 随即大批人马就朝雍州城内冲杀了过来 而城内仅剩的一些禁军 便立即开启迎战模式 当两队人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今天又是一场血战 顷刻间战场上就死伤一大片 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殿内 听到这个消息的风举又开始得子起来 并且讽刺黑风丝拿什么和自己斗 而此时一旁的王相 也借此机会开始劝解雍王推卫让衔 说此时只要把王位让给风举 可留他一条性命苟活于世 听到此话的雍王愤怒地质问王相为何背叛自己 可还没等王相说话 黑风丝却抢先一步说道 因为他是冀州派入我雍州埋得最深的间隙 此话一出顿时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就连百里士也并不知情 原来这个王相真实的身份 真的是冀州派来多年的间隙 本以为风举得知这个秘密之后 会立即洗心革面向雍王承认错误 但没想到此时的他为了权势 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随即他又把矛头指向了黑风丝 说如果不是因为黑风丝太过优秀 自己也不会这么着急来抢夺王位 然后他又向雍王透露出一个惊天的消息 那就是黑风丝此次回雍州的目的 听到这里的黑风丝 也只好将自己母亲被害的事情 向雍王说了出来 什么 你说的可是真的 随即雍王就要质问一旁的百里士 可还没等他说出口 店门外却冲进来一大批弓箭手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手无缚机之力的贵家公子 可一旦得知自己的家人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即化身为绝世高手 而此时的风丝还想要趁机偷袭黑风丝 结果反被黑风丝一巴掌打猛在了原地 但心高气傲的风丝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认输 可怎待自己的实力不允许他不服气 结果又被黑风丝一把拽住脖领子 紧接着又是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但由于这一掌掺杂着黑风丝的内力 直接把风丝打得口吐谦虚 而见此情景的百里侍立即就来到风举的跟前 关心起他引以为傲的宝贝儿子 可此时的黑风丝并没有再为难他们母子两人 而是一脸怒气的朝王相走了过来 冯兰西你不能杀我 你也不敢杀我 因为若你死 外面就会有人点燃你埋伏好的黑火药 此话一出顿时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就在这时一直为露面的风长却前来凭望 儿臣受蓝丝所托 你将宫与四周的火药清理完毕 好 风长 得知自己的诡计已经被识破 王相又拿殿外的叛军作为筹码来吐喝众人 而此时的殿外已经失衡便宜 眼看仅剩的最后一批禁军就要支撑不住 但就在这紧急关头 凤尚书率领着凤家军及时打不过来 立即就开启了战斗模式 而与凤尚书一起的白风西 犹如无人之境冲杀在第一线 这些虾兵蟹将真可谓是挨着救王碰着救死 随着他一个闪身来到叛军首领的跟前 手起剑络直接带走了这次率队的主将 随即白风西便高声大喊 听到此话的所有叛军 立即就放下了手里的武器 等这里彻底得到平息之后 凤尚书则立即带领不下来到了大殿内 随即便把殿外的事情向庸王禀报了一番 听到这里的庸王便立即吩咐凤尚书 将这次反叛的主谋全部拿下 而此时的黑风西则借此机会 让庸王定夺读害先王后一事 可还没等庸王发话 白李氏却抢先一步来到王相的跟前 说当年的一切完全是受了王相的挑唆 才毒害的以歌王后 可王相却说如果白李氏没有这个心思 自己又怎么可能推波助澜 但就在两人互相推脱责任的时候 一旁的风长实在看不下去 说白李氏难道对以歌娘娘就没有愧疚之意吗 听到此话的白李氏看自己难逃一击 他便立即向庸王求情 请求庸王放过风举一命 可生性多疑的庸王 怎么可能放过一个谋反过自己的人 而这时沉默许久的风举却一声冷笑 随即他便艰难地站起身来 开始怒怼庸王的所作所为 说他今天所犯下的过错并不后悔 反而今天发生的一切使他非常痛快 因为这些年来风举一直小心翼翼地活着 平日里稍微哪里做得不好 就会承受庸王的雷霆之怒 这样的日子早就让风举精疲力尽 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将内心的委屈说了出来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父亲 他为了预防自己武功盖世的儿子 在日后争夺他久坐多年的王位 竟然多年以来以各种理由打压儿子的崛起 而如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 竟在他武士大寿的这天率众兵是图谋权篡位 但可惜到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可不甘心的小儿子风举在被带走之前 静一反常态地开始怒怼自己的父亲 听到此话的雍王却一口否认风举的言辞 而此时的黑风举为了让风举说得心服口服 却说不管真相到底如何 但这也不是你逼公行凶的理由 听到此话的风举还想要再多说几句 可愤怒的雍王则立即命人将所有的叛军压了下去 就这样风举谋划已久的叛变 在今天彻底以失败告终 等把所有人压下去之后 雍王却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此时的他在回想这么多年来 难道真的是自己做错了吗 而站在下方的风场也随之陷入了沉思 可这时的黑风溪却仰天告诉自己的母亲 今天终于替他报仇血恨 就这样令所有人难忘的一天就这样过去 可就在当天晚上 刘公公却拿着雍王下达的旨意 来到了白礼室的寝宫 可此时的白礼室看着刘公公带来的圣旨 他还以为雍王原谅了他们母子 随即便一脸笑意的准备接纸 而见此情景的刘公公便一脸深沉的拿过圣旨 开始宣读上面所写的旨意 听到这里的白礼室瞬间是化在了原地 可不甘心了他立即起身 开始质问刘公公是否念错了旨意 但此时的刘公公则一言不发 示意手下将白礼放在地上 话落之后刘公公则转身离开了 白礼室的寝宫 随着房门被无情地关上 也就意味着白礼室的一生 就此了解在他梦寐以求的王后寝宫里 可到了第二天 被贬为庶民的风举 在临行前想要来见母亲最后一面 可不知情地他在门外自言自语了半天 却始终没有得到白礼室的回应 感觉不对的他便立即推开房门查看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终身难忘 实属不敢置信的他眼睛立即就湿润起来 随即风举就被吓得退到了房外 此时的他先是露出了肝肠寸断的表情 但这种表情也就是持续了几秒钟 他却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然后由刚才的肝肠寸断 立即转变为喜笑颜开的样子 紧接着就自言自语地 逃离了这个让他不敢再踏进半步的地方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父亲 他为了预防自己武功盖世的儿子 在日后争夺他久坐多年的王位 竟然多年以来以各种理由打压儿子的崛起 而如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阴谋逆失守 也被他逼得已经变得吃傻疯癫 但他又怕自己百年之后 雍州落于异性之手 实属无奈的他也只好将世子之位 违心地传给自己打压多年的二儿子黑风锡 顾风以为雍州世子 往世子今后以振兴大雍为目标 以诱护雍州百姓为己任 就辜负了列祖列宗 领命的黑风锡 从此也正式成为了雍州的世子 随即雍王便把自己的印章交在了黑风锡的手里 等把黑风锡搀扶起来之后 而站在下方的风锡则立即率先下跪 就这样争夺多年的世子之位 在今日终于尘埃落定 等退朝之后 黑风锡则立即带上白风锡 一起来到母亲的临位前 等黑风锡把这些年经历的事情 向母亲诉说一番后 他便在母亲的临位前与白风锡许下承诺 今生今世非彼此不娶不嫁 只愿得一人心白手不分离 但这美好的时刻并没有持续太久 可就在当天下午 青州的传信官却匆忙地找到了白风锡 他先是把青州的战况向白风锡禀报了一番 然后又把亲王病危的事情告诉了白风锡 可听到此话的白风锡犹如五雷轰顶 没想到父王病得竟如此之重 随即他又询问一番后 便告诉传信官即日他就会赶回青州 等领命的传信官退下之后 白风锡却担心起父王的病情 可此时的白风锡并不知道他们刚才的对话 全被躲在阁楼上的黑风锡听得一清二楚 可到了晚上 白风锡提出要与黑风锡辞别的时候 黑风锡却直接将他青州公主的身份说了出来 起初白风锡以为黑风锡要责怪他一番 但没想到黑风锡非但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反而要随白风锡一起回青州探望父亲 并且要帮助白风锡击退攻打青州的敌军 听到这里的白风锡甚是感动 没想到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的还是黑风锡 就这样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明日一早就赶往青州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转眼白风锡就来到青州的宫内找到大哥 就这样兄妹两人简单的交流之后 白风锡则立即向父王的寝宫跑去 等他来到青王的寝宫 这才发现自己父王的头上已经长满了白发 而脸上更是一脸憔悴的样子 这实属让白风锡心疼不已 他真后悔自己在江湖上逍遥快活 没能尽到一个子女的责任在父亲的跟前进行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歹毒的报复方式 他先是以诱敌深入的计策将男人匡骗到开阔的地方 然后趁男人作战不备时 他再吩咐躲在暗处的弓箭手用毒箭偷袭 我不其然这招非常好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毒箭的药效很快就在男人的体内四散开来 就这样贵为异国的世子殿下 如今却心有不甘的惨死在战场之上 少主 协约一死 消息放出去了吗 不出几日 整个天下都会知道 是幽州杀了协约 原来做这一切的背后始作俑者 就是隐藏极深的天下第一公子玉无援 而他之所以暗地里毒杀青州世子风协约 他是想让青州与幽州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从而让两州世世代代作为敌国 然后他好从中渔翁得力 在日后找准机会将两州全部吞没 这就是玉无援的狼子野心 而这边正在处理内政的白风西 还不知道大哥战死一事 很快前线的将军就前来禀报 昨夜游州进一击突袭朗长 世子率兵亲征 交战中中了敌军案件 独发身亡 听到这里的白风西犹如五雷轰顶 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随即他便一路小跑来到大殿外 当白风西看到装有大哥尸体的漆黑棺材时 他瞬间就傻在了原地 就这样持续几秒钟后 他又不敢置信地慢慢向棺果靠近 而此时的风血月则一脸祥和地躺在棺果里 当白风西看到浑身是血的大哥时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下一秒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属下们无能 没能守得住朗诚 没能报复老师 请殿下责罚 就这样白风西在大哥的尸首面前也不知哭了多久 直到所有将士下跪请求责罚的时候 白风西这才止住哭声 随即便露出阴狠的眼神 紧接着他就告诉在场的所有将士 此仇不报事不为人 等把大哥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 他又来到病重的父亲跟前 可此时的亲王已经出气多进气少 当白风西握住他手掌的时候 亲王这才艰难地睁开双眼 起初白风西以为父王并不知道大哥战死 他有心将这件事继续隐瞒下去 可谁知大哥的死讯早就传到了父王的耳里 但亲王为了不让白风西伤心难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愤 只是劝解白风西无序伤心 因为血月之死是为了保全青州的百姓 作为家人应该为血月感到自豪才对 但此时的亲王深知自己时日无多 随即他便告诉白风西 等自己走后保护青州的重担就落在了白风西身上 但是国不可以一日无君 家不可一日无主 所以亲王就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白风西 让他成为这青州有史以来第二个女王 实属无奈的白风西 也只好遵从父王的遗愿 可还没等他再和父王多说几句 亲王却缓缓地闭上眼睛 感谢观看